第1901张妖族的人来了 谢 谢谢你出手 救了我 戴琪心中虽然还满是担忧 但是她也知道 自己这次能够脱险 多亏了身旁这个人 自己如果真被纳德姓雷的带走 后果绝对将不堪设想 不过虽是如此 戴琪还是觉得这个人 出手中了点 那两个人 可是有着身后背景的人物 竟然都被她一杀一废 唉 不用谢 听到戴琪的话语 时锋说 本少只是看不过那废物仗势欺人 而且欺负一个女人 呃 戴琪轻轻应了一声 不过就在这时 只见她的翘脸旋即移动 仿佛突然感应到什么一般 微微低头 望向了她的右手 此时此刻 戴琪的右手之上 又显现了那枚神秘的金色之物 仿如符文形状 而这时 只见这金色之物 在戴琪的右手之上 微微跳动起来 一见这金色之物有异动 戴琪的翘脸之上 立即浮现了一抹激动之容 轻呼着那三个字 阿尔耶 这枚神秘的金色之物 正是她与绝月妖帝阿尔耶的联系传音之物 无欲妖帝如今一主 戴琪还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如今不能再回去无欲妖帝 而她前些十日要离开无欲妖帝的时候 便与绝月妖帝的阿尔耶联系上 而她的阿尔耶 也已经同意带她去他们的绝月妖帝 惠河之地正是这天雷城 阿尔耶其实不是名字 乃是妖族之中 晚辈对母亲姐妹的称呼 戴琪口中的这位阿尔耶 以天恒大陆人族的称呼 叫做姨母 乃是戴琪母亲的姐姐 如今金色之物在戴琪的手中有异动 正也意味着她的阿尔耶有了回应 紧接着 她一边照旧行走着 一边将那神秘如符文般的金色之物 放在了她的眉心处 接收对方的传音 紧跟着 便有一道讯息传入到了戴琪的脑海 丫头阿尔耶已在天雷城的洛央楼 与我一同前来的 有我们绝月妖帝的大皇子 还有我们的大妖师 姚光 大皇子知道你要来我绝月妖帝 亲自来天雷城接你 而就在这时 只见戴琪那张绝美的面容又是猛然一变 发出了一阵惊呼 绝月妖帝大皇子 绝月妖帝大妖师 姚光 戴琪之所以会这样 实在是这两个名字 太令她惊讶了 这两个名字 就算在无欲妖帝 都是震惊众妖的存在 绝月妖帝大皇子眼猎 来传闻她如今不过为三十出头的年龄 便已是六星半神境的妖族天骄 早已在妖族众妖们的心中默认 绝月妖帝大皇子眼猎 将迟早是绝月妖帝之主 而绝月妖帝大妖师姚光 那可是九星半神境的绝世妖族强者 戴琪真是没有想到 自己去绝月妖帝 阿尔耶竟然与这两位前来天雷承接自己 这 这 这 直到这一刻 戴琪都觉得有些不真实 阿尔耶 什么时候跟这样身份尊贵的人物走到一起了 自己的阿尔耶 在绝月妖帝中 身份平平 天赋平平 境界平平 实力平平 可是阿尔耶 又怎么会骗我呢 或许这期间 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吧 跟着 戴琪又在嘴中暗暗说道 随后 他旋即也通过手中的这件金色神秘之物 向他的阿尔耶传音回应 石峰等人继续在老头的指引下 往空间传送阵所在之地而走 走出了原先那片区域 一切都已经回归正常 依旧是来来回回流动的人群 依旧不断地出现天雷城的子甲护卫 散发着浓郁的沙发气息 你们 能不能送我去洛央楼 这时 戴琪轻声开口 以一副哀求的口吻对石峰说 经过原先发生的那事 他已经更加不敢在这天雷城中独自行走 接到阿尔耶的传音之后 他只想尽快前往洛央楼 哪里 可是自己的阿尔耶与大妖师摇光在 对于此刻的戴琪来说 仿佛只要进入了洛央楼 就彻底地安全了一般 听到戴琪的话语 石峰转过头问向老头 道 他说的那个地方在哪 洛央楼 哦 念叨着洛央楼三个字 老头旋即面露恍然之状 对石峰回道 我主 这洛央楼 与我们所去之地正好同个方向 我们不用特地送他过去 老头听到石峰那么问 以为石峰要亲自送这妖族女子过去 所以才有此一说 不 听到老头话语 石峰轻默一声 便不再再说什么 继续往前而行 原来同路 那就好 戴琪在听了老头的话语之后 在心中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说 如今既然与他们这样走在一起 既然是同路 那么应该就可以这样走过去了 到时候只要我到了洛央楼 与阿尔爷他们会合就好了 以后我去了绝月妖帝 想必已经无缘再见了吧 在心中又暗暗说着 戴琪缓缓着转过了头 再次望向了他身旁这人 此人 确实可以称之为一代爵士妖孽 就连八星半神镜的爵士强者 都被他灭杀 只是 他做事实在是太过张狂 太不计后果 太不懂得收敛了 戴琪对着身旁的这个人分析道 紧跟着 他仿佛意识到什么 咧嘴自嘲一笑 暗道 呵呵 我想这些干什么呢 我真是想得太多了 他怎么样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 与他们一起 安全走到洛央楼就好了 从今往后 天各一方 互不相关 池峰等人 在这天雷城大约又行走了一个时辰之后 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 突然又想起 对着妖族的那位角色美女戴琪说道 丫头 前方不远 就是落殃楼了 走到现在 一路平安无事 就在戴琪失神的时候 突然听到老头的话 戴琪旋即回过神 面露欣喜 望向老头开心地道 前辈 真的吗 原本心狠手辣的老头 此刻看在魔主石峰的份上 对着妖族女子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就仿佛慈祥的长辈望着晚辈一般 说 老朽骗你干什么呢 第1902张顾庄高朗 原本一直担心危险会到来的戴琪 此刻听到老头疏落殃楼就在前方 那颗提着的心 终于在这一刻悄悄放下 终于 要到了 终于 可以见到阿尔耶了 还有绝月妖帝的大皇子眼猎与大妖师 遥光大人 这一刻的戴琪 只觉自己将要彻底脱离一切苦难了一般 不久之后 只见前方右边的大道之旁 屹立着一座紫色的古仆大楼 这座大楼看上去仿如有些岁月 透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而那紫色大楼之前立着一座高大的紫色石碑 上面刻录着三个古老透着苍凉的大寺 洛阳楼 洛阳楼 这一刻 时封暗暗念叨着石碑上的这三个古老大寺 这一刻 他的视线在而望向了那座古老的紫色大楼 突然间 呼声一股异样之感 这座洛阳楼 他虽然是第一次见到 但却给了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但到底是什么感觉 他又说不上来 这种感觉 又仿佛是那种来自于无尽岁月之前 奇怪 眉头为皱 时封暗暗低难说道 洛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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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清言 老头 还有那位妖族女子戴琪 都念叨着那三个字 清言与老头没有什么 戴琪望着那座紫色大楼 笑叶如花 看上去极美 就连过往的路人 都忍不住多望一眼 这位如此绝色的女子 不过当他们看到 他身旁那位气势不凡的 黑甲青年之时 玄疾又收回了视线 不敢多看 黑甲青年时封 武道毕竟在七星半神之境 无数人根本看不透他的境界 只给他们一股绝世不凡的气势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实力弱小者只能低头 像这种多看别人女人 急眼而被轰杀的事 时有发生 就算天雷城有成规 规定禁止打斗 但是这个黑甲青年 若针对自己狠手 自己又能怎么办 他可能受到成规的惩罚 那那是后来的事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们望着这座洛央楼 有没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这时时封依旧还紧皱着眉头 转过头望向青年与老头 问道 特殊的感觉 什么感觉 听到时封这话 青年面露疑惑 反问时封 跟着 他将视线从时封的身上移开 望向那座紫色大楼 去感应时封所说的特殊感觉 属下曾经来过这天雷城多次 这洛央楼也见过多次 几次还进入过 一直没有我主所说的特殊感觉 此刻也并没有 老头缓缓摇了摇头 对时封如实道 哦 是吗 听着这两人的话 时封的眉头越皱越深 再而转回头望向那座紫色大楼 此时此刻 他可以很肯定 这座陆阳楼 确实给了他那股难以言喻的奇妙神秘之感 过去看看 持风暗自说道 阿尔耶 而就在这时 只听妖族少女戴琪 发出了一道甜美开心的交呼 冲着那座紫色大楼喊道 此时此刻 只见这陆阳楼前 站着一位身穿红色华柜衣装的中年美貌富人 看上去岛与戴琪有几分相似 长得也是很美 气势非凡 雍容华柜 那位中年美貌富人听到那道少女的呼喊声后 只见郊区玄机一颤 往声音传来方向望了过去 紧跟着 便见那位美貌富人的翘脸上 也是展颜一笑 视线 玄机凝视在了那道人群之中的金色倩影之上 绝美帝戴琪 站于人群之中就仿如鹤立鸡群一般 所以这位美貌富人一眼便找到 呼喊道 小戴琪 嘿嘿 戴琪开心地笑着 加快着脚步在人群中穿梭 往那位美貌富人奔跑而去 我们也去一趟这落殃楼 这时 只见时封开口 又对身边的青岩与老头说 遵命 老头恭声回应 嗯 青岩应声 跟着他们三人 便也往那落殃楼走去 不过走的时候 老头在想 他是真的看到这落殃楼有特殊感觉 还只是个借口 想与那妖族少女一起 老头在心中如是想 青岩也在心中暗暗说道 看来 什么特殊的感觉 都只是个借口而已 他 那是舍不得他 心中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青岩又是有些失落 他甚至在想 自己当初前往罪恶深渊找他 到底是对是错 阿尔耶 好多年没见你了 真是想死你了 这时 戴琪已经跑到了那位美貌富人身前 张开双手 一把抱住了他 如同调皮的小女孩一般 嬉笑着说道 见到他的阿尔耶 一瞬间 戴琪仿佛回到了曾经纯真的那一年 丫头 都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好像还是没有长大啊 被戴琪抱住的那位美貌女人对着戴琪调笑道 白皙的右手 看上去很是宠溺地摸起了她的头 摸着那柔顺乌黑的秀发 激动过后 戴琪慢慢地松开了拥抱的双手 笑脸之上依旧带着笑容 往后微微倒退了几步 而这时 只听美貌富人上下仔细打量着戴琪 再而开口 说 小的时候 阿尔耶就说你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如今真是个魅惑天下的小妖精 从上到下 都是美到极点 听到她这话 戴琪翘脸为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阿尔耶 这么多年不见 刚见面 你就取笑我 阿尔耶说的是实话 美貌女人说 而就在这时 她看到了时封三人也往这方走来 刚才她便看到 这三人与戴琪走在一起 如今又走向这边 看来是与戴琪一起的了 跟着 美貌富人在而开口 问戴琪道 他们是 你的朋友 听到她这话 戴琪转过了头望向了身后 原本她还以为 这三位应该走了才对 却是没有想到 他们也往这边来了 是为了我 双目在而望向那尾身穿黑色战甲的男子 戴琪在心中暗道 她还记得 她先前可是根本不知道洛阳楼 所以他们的目的地 并不是洛阳楼 但是如今 他们却往洛阳楼过来了 莫非 她早就对我有意 只是一直故装高冷而已 第1903章 不知身边的人是 她戴琪望着 时封三人走来 对时封轻声开口说 你 戴琪刚说出你字 她身旁的那位美貌富人笑着开口 对时封三人说道 你们三位既然是戴琪的朋友 那就一起进去做会吧 我们在这洛阳楼包了肩上好的客间 在这位美貌富人的眼中 这三个人族 其实并不是戴琪的朋友那么简单 这位人族女子 年纪轻轻便步入四星半神境 算得上一位天之娇女 那个老头 是她看不透的存在 而那卫生穿暗黑战甲的青年 一看便是气势不凡 身份不凡 年纪轻轻 境界也是她完全看不透 而她给她的感受 比那个老头更加令她忌惮 而这三人之中 很显然这位黑甲青年身份最为尊贵 那个老头在她的身旁 就仿佛是她的老仆 一看便是来历不凡 听到这位中年美貌富人的话语 时封轻轻点了点头 引声道 也好 这座洛央楼给了她一股奇怪之感 她正要进这洛央楼看看 看这奇怪之感的来源 而既然这位妖族女人 邀她一起进入 那便先进去看看再说 看到时封受邀自己的阿尔耶 进入洛央楼 戴琪越来越觉得 这个人先前是在故装清高 想反其道而行 可能以为这样做 让自己觉得她跟其他男人不一样吧 双目在而望向时封 戴琪在而暗暗说道 她的天赋不用说 但还是那句话 她太张狂 太不懂收敛 不够沉稳 在莽荒大陆 有多少张狂的爵士天骄 就是不懂得收敛 太过狂妄而被人给杀了 簇月前吴玉妖地部也在传 他们人族的古厄山 太阳神教 月亮神教 星光神教 这几个人族古老势力的传人 皆是一个葛南德的天骄 就是因为不懂得收敛 而被更逆天的天骄给杀死了 当在心中暗暗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戴琪唯唯咬了摇头 先前的她 想主动博得她的好感 受到她的庇护 而如今知道阿尔耶与掩猎大皇子 大妖师摇光一起来到天雷城 戴琪已在心中认为 自己也没有必要博得她的好感了 趁至潜意识里 想与她离得远一点 她刚才 可是对雷神圣地的人 下了那等狠手 阿尔耶 戴琪见到自己的阿尔耶 正带着这三人往洛央楼走去之时 她还站在原地 对她的阿尔耶喊了一声 带着时封三人往洛央楼走去的美貌富人 听到戴琪的呼喊声后转过了身 见到戴琪还站在哪里 面露疑惑地笑问道 怎么了丫头 望着那张笑脸 戴琪对她的阿尔耶 微微摇了摇头 没没什么 她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那你还傻愣这里干什么啊 赶快走啊 大皇子与大妖师 还在里面等着你呢 你可别让尊贵的这两位等久了 美貌富人催促道 嗯 戴琪点了点头 然后往她的阿尔耶 与时封等人走去 在美貌富人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进入了这座洛央楼 一入这洛央楼楼 时封的灵魂之力 便朝着四面八方席卷了出去 感应四面八方 刚入洛央楼是一个宽敞的大堂 大堂之中如今已经坐满了舞者 品酒言欢 有在谈笑风声 有在谈论天下指点江山 时封老头 清言 甚至不断听到了时封这个名字 不过如今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名字 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如今在满荒大陆 估计没有一人的名声 可以超过这位妖孽了吧 依我看 如今天下第一妖孽时封 才是我们满荒大陆的第一强者 只是可惜了 如此天骄强者 竟坠入了魔道 自封九幽魔主 在美貌妇人的带领下 他们一行人沿着楼梯往二楼走去 这时戴琪念楼疑惑 问向身旁的美貌妇人道 这位时封是谁啊 这里好多人都在谈论他啊 刚才我走在路上 也听到很多人在谈论 他如今是我们满荒大陆天下第一强者吗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啊 这时封 如今说他是天下第一强者 确实不畏过 听到戴琪的问话 美貌妇人说道 他们人族的罪恶深渊 你应该听说过吧 美貌妇人问道 听过 听到美貌妇人的话语 戴琪点了点头 应声 听说哪里 乃是一处恶人急剧之地 很多在满荒大陆做了恶事的人 无路可走 都会逃入那罪恶深渊寻求庇护 当戴琪说到这个时候 突然一惊 仿佛想起了什么 竟然说道 嗯 我想起来了 罪恶深渊之主 好像便是刚才他们说的那罪恶三谋主 这三位 传闻可皆九星半神境啊 又听说掌管一件远古真神战器 这三位这样的存在 竟被那个十封给杀了 嗯 没错 听到戴琪这话 美貌妇人点了点头 跟着 走在前方的这两人 便讲起了那个十封 洛央楼第一层很高 通往二楼的楼梯挺长 走在前方的这两个女人 便这样边走 一边说着 这时 十封三人只听前方的那位妖族少女又发出了一阵惊呼 什么 那个十封 便是杀死了人族古厄山 三神交的那位天交 这是 我多月以前在无欲妖帝就听说了啊 听到前方的两位妖族女人一直在谈论那个人 轻言与老头微微转头 望向了那位 他们估计没有想到吧 他们此刻谈论的那位妖孽 令得他们发出惊呼的妖孽 就走在他们的身后 听着他们对他的谈论 不知道当他们知道这位的真实身份以后 会是一种怎样的精彩表情呢 老头嘴角一咧 露出一抹冷笑 暗自说道 当他知道他的身份之后 估计他 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吧 轻言又在心中有些失落地说 他们身边的这位实在是太出色了 满荒大陆的女子若知道他亲自驾龄 又有几个能抵挡得住他的诱惑呢 而这时 在前方两位妖族女子的带领之下 石峰一行人终于踏入了这座洛央楼的二楼 第1904张英邪英森的根源 美貌妇人带领着石峰等人来到一间客间之前 指着这间客间的房门对戴琪说 先前跟你说的那两位就在这间客间内 听到美貌妇人的话 戴琪轻声有礼地说道 等一下 还望阿尔耶替我引荐尊贵的这两位 说完这番话后 戴琪开始整理起自己的衣衫 那两位的名号 她可是如雷贯耳 却是从未见过 听到戴琪这话 美貌妇人没说什么 只是笑了一笑 笑得有些神秘 对着戴琪笑而不语 跟着 美貌妇人转过身 对石峰三人说 几位 这客间里面 乃是我们绝月妖帝的大皇子眼裂 与我们的大妖师遥光 几位到时候可随我近人 我替几位引荐 当美貌妇人对石峰等人说出这番话时 承受美貌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傲然之容 这两位虽为妖族之人 但是她却知道 就是人族之中 也有无数人想跟着两位结识 跟着 这位妖族的美貌妇人便不再说什么 等待着这几人听到那两位的名号之后 面露精彩的表情 绝月妖帝大妖师 遥光 紧跟着 便见老头老脸围动 惊然一呼 她离开北荒无数年 那位什么大皇子眼裂 她没有听过 不过那位大妖师遥光 她在很多年以前便有过听闻 那个时候 这位绝月妖帝的大妖师便闻名北荒 那个时候 她便已经步入了九星半神爵士之境 老头没有想到 这间客房的里面 竟然坐着如此一位人物 那位美貌妇人见到老头脸上的金融 以及听到从她嘴中发出的惊呼 咧嘴傲然一笑 不过见到那位青年与那位年轻女子脸上面色不动 眉头为拧 这两人 难道连那两位都没听说过不成 那真是孤陋寡闻了 那个人名气很大 石锋听到老头的惊呼 转过头问向他 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妖族强者 老头对石锋回道 哦 听到老头的话 石锋又一声轻握 老头短短的一句话 好像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过石锋早就感应到了这里面妖族之人的气息 以及他们的境界 此时此刻 青年听到九星半神巅峰几次 笑脸也已经为变 而石锋的脸上 还是那一副平静淡然之容 如今的他 一位九星半神巅峰境的强者 岂能令他动容 而那位妖族美貌妇人与戴琪见到此人如此 两人接皱着眉头望着他 不过戴琪想起此人嚣张狂妄的性格后 便觉得没什么 很快释然 此人性格如此 而那位妖族美貌妇人的俏脸上 却是露出了一抹凝重 觉得此人听到九星半神巅峰还能如此淡定 看来他的来历与身份 确实不简单 随后 他不再说什么 回转过身 面对了那两扇房门 轻轻一推 将门轻轻推开 随之一道恭敬的声音从他的嘴中轻声吐出 大皇子殿下 带起来了 不 石锋等人还未进入 便听到那间客房中传出一名男子的清末之声 可以听出 那道声带着几分欣喜 你们快进来吧 跟着 那道男子声音又响起 仿佛有些急促与迫不及待 嗯 这道声音 而当带起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绝美的容颜之上 眉头又是一皱 他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仿佛自己在哪里听到过 到底是哪里呢 带起轻难道 这是大皇子的声音 难道我曾经见过大皇子吗 跟着 带起在回忆 是 美貌妇人在儿恭敬轻声地应了一声 然后又转过了身 看到了一脸迷茫的带起 笑着说道 丫头 大皇子让你进去呢 你快进去吧 嗯 好 阿尔耶 听到阿尔耶的话 带起往前走去 走到美貌妇人的身旁 却见她的身形不动 转过头不解问道 阿尔耶 你不进去吗 你先进去 我们等一下 美貌妇人满是神秘地笑着说 见到带起还站着未动 美貌妇人伸出双手推了她一把 说 丫头 大皇子让你进去呢 你就快点进去吧 说不定要时候 会有惊喜哦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这位美貌妇人 直接将带起推入到了这间课间之中 阿 阿尔耶 被美貌妇人一推 带起旋即又发出了一阵惊呼 不过这时 她已经进入到了课间 不久之后 石峰等人便听到课间之中 传出了带起的声音 带起见过大皇子殿下 见过遥光大妖师 嗯 大皇子 明 而紧接着 只听一道极度震惊的声音响起 仿佛是这带起 此刻有些难以置信 仿佛她 见过这位绝月妖帝未来的至尊 呵呵 带起姑娘 没想到会是我吧 接着 一道男子温和的笑声传出 真没有想到 您便是大皇子殿下 带起曾经对殿下您多有不敬 还望您恕罪 呵呵 不知者无罪 带起姑娘 先请坐吧 听到这里面的对话 看来这位妖族少女 确实与那什么妖族大皇子曾经认识 不过时封见到前方的这位妖族妇人 让带起进入后 却让自己几人还站在这里 眉头紧锁 露出了满满的不悦 这时 妖族美貌妇人觉得里面的气氛应该差不多了 这才转过身 满脸笑异地对时封三人说 几位随我来 我替你们引荐那两位 哦 时封轻声一握 接着他们三人在那位妇人的带领下 终于走入了这间雅致清幽的客间 池峰旋即见到了主位之上 坐着一位身穿金袍 看上去满是尊贵的青年 年龄大约在三十头左右 面容阴尾 留着两贴小胡子 五道境界 在六星半神之境 而这位青年的身旁 坐着一位身穿青色青袍 青色长发与青色长须的老者 满脸威武肃目 五道境界在九星半神之境 看来他 便是那位绝月妖帝的摇光大妖师了 见到这位所谓的妖族大妖师 时封的双目 玄机凝视在了他佩戴于胸前的一串青骨项链之上 这串仿如青色神秘生物骨头链制的项链 透着一股邪意阴森的气息 刚才时封站在客间之外便已感应到 刚才那位美貌妇人对他不敬 让他在外救侯 他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想进来见那股邪恶阴森气息的根源之物 第1905章灵魂器物 时封从大妖师摇光佩戴的那串青色项链中 仿如听到了阵阵凄厉凶恶的惨豪之音 仿如万鬼哭嚎 这串青骨项链原来是以亿万生魂炼制而成 真是好残忍的手段 感应着这串青骨项链之中散发出的冲天怨念 时封暗暗说道 炼制此等器物之人实在是太伤天和 几位这两位便是我们绝月妖帝的大皇子眼猎 这时那位妖族的美貌妇人开口 对时封等人介绍道 大妖师摇光 目光早就望向了这进入客房的时封三人 而那位大皇子眼猎 听到那位美貌妇人的话语之后 才将视线从妖族少女带齐的身上一开 望向了时封青年老头 刚才她的脸上还一副笑然之意 不过当她看到时封三人 面色玄机微微移动 这三个人不太简单啊 这青年与这人族老者 竟然连我都看不透他们的境界 眼猎在心中暗暗说道 那个老头好一些 那位青年实在是太逆天了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接着眼猎玄机暗自传音身旁的大妖师摇光 大皇子殿下 大妖师大人 这三位是戴琪的人族朋友 跟着美貌妇人对眼猎与摇光介绍道 此时此刻 眼猎已然从摇光哪里 得知了这个青年与那位老者 乃在七星半神之境 特别对这天赋逆天的青年 心中其了结交之意 听到那位美貌妇人的话语之后 眼猎点头温和笑道 几位既然是戴琪的朋友 那么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请坐 诸位都请坐 其实 我们也只不过是同路而已 也算不上什么朋友 我连他们的名字 都不知晓 听到眼猎的话语之 戴琪轻声开口 对眼猎解释说 而这一刻 十丰 青年老头 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位当初在无欲妖帝遇到的妖族少女 此刻给他们的感觉 已经不一样了 不久之前的她 想要寻求他们的庇护 一副楚楚可怜 柔弱的模样 一路跟随着他们 而此刻 那种柔弱的感觉 已经从她的身上消失 哦 听到戴琪这话 眼猎先是一愣 她没有想到 戴琪会这样说 不过接着 她旋即一笑 瞬间将脸上的尴尬眼藏 说 既然来到本皇子这 那就是本皇子的客人 诸位别客气 先坐下再说 本皇子从绝月妖帝 带了几壶绝月美酒 待会我们一同细细品尝 几位 大皇子殿下 既然诚心邀请品尝绝月美酒 我们先坐下再说吧 这时 那位美貌妇人成熟的面容之上 也满是笑异地对时封三人道 不过她没有想到 刚才戴琪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会那样说 这丫头心思一直玲珑 按理说刚才大皇子那样 显然可以看出大皇子 有意结交这几人 可她 为何会说那样的话 美貌妇人在心中疑惑说道 跟着目光 再而望向了戴琪 唉 这时 戴琪在心中漫暗一探 刚才她想暗示大皇子 这个人 先前可是对雷神圣地的人下了狠手 却是没有想到 如今倒显得自己无礼了 早知如此 我刚才便应该传音于大皇子殿下说明啊 心中想着这些 戴琪旋即将入城之后 时锋与雷米之间的事 像眼猎 遥光 还有她的阿尔耶传音 而这期间 她却将自己受到那雷米欺负 时锋为她出头的事给省略了 当收到戴琪的传音之后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那三位妖族之人面色旋即移动 雷神圣地雷米 雷鹰 眼猎暗自念叨着这两个名呼 眉头微微皱起 这两个名字虽然陌生 可是姓雷 接着戴琪在儿传音 对这三妖说 戴琪刚才听路人提起 这雷米 据说可是雷神圣地圣子雷灵的堂弟 雷神圣地圣子的堂弟 听到这五个字 这妖族三人的面色旋即又是一动 雷米雷灵他们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既然是雷神圣地的圣子 那么背景深厚无需质疑 而且他们也知道 如今这天雷城可是非常实习 有位背景深厚的女子被先监后杀 全城封城 就连他们这段时间都无法出城 先前一位背景深厚的女子出事 如今又有圣子堂弟在这天雷城被废丹田 估计雷神圣地 很快便有人要找上门来了 这时 严烈在而望向了时封 在心中暗暗说道 这下子 他倒是有些后悔让这几人坐下来了 就连那位妖族的美貌妇人 都在怪代其丫头不早说 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妖师尧光没说什么 不过他的双目 依旧仅仅凝视着那位如此年轻 便步入了七星半神之境的青年身上 刚才听到妖族那些人的邀请 时封已经率先入座 青年坐在了他的身旁 没有得到时封的同意 老头原本恭敬地站着 听到时封说坐吧 他才满脸谢一帝也坐了下去 妖族大皇子眼裂 原本是想拿出他们绝月妖帝的绝月美酒招待这几位 但是从戴其纳得知 这些人与雷神圣地有过节后 眼裂便一直未将那绝月妖酒拿出 一时间 妖族那四人 也没有对时封三人说什么 仿佛让他们入座之后 便将他们撂在了一边 时封的注意力 还是在那遥光的青骨项链之上 望着那条青骨项链再次暗暗说道 这条青骨项链 无品阶之分 不过除了邪恶阴森的力量外 还让我的灵魂之力 感应到一股特殊的感觉 莫非 这是一件加强灵魂攻击的器物不成 能加强灵魂攻击的器物 无论在天恒大陆还是蟒荒大陆 皆是少之又少 极为稀少 反正先前 时封在这蟒荒大陆没有见过 而在天恒大陆 在西北荒漠的一处密地 前几年他灭杀了那的自称鬼王的历鬼之后 获得过一张鬼脸面具 那鬼脸面具 就是能加强灵魂攻击 看到佩戴于遥光胸前的青骨项链 给时封灵魂之力的这种特殊感觉 与那面鬼脸面具很是相似 第1906章火炎圣子 妖族四妖一时间没说什么 时封三人也一时无话 原本想着笑声的课间 一时间变得极尽无声 气氛 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闷尴尬 就连那个老头 老脸之上的眉头都微微皱起 从这突然陷入沉闷的气氛当中 望着这几个妖族之人前后之间的反差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旋即到时封传音道 我主 这几个妖族之人 像是要搞什么鬼 哼 听到老头的话音 时封不屑一哼 对他回道 量他们也不敢 也是 老头的老脸之上 咧嘴一个冷笑 暗道 这几个妖族若是想对这位搞什么鬼 他们只是自取灭亡而已 就算他们当中 有一位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大妖师遥光 也不例外 想到这些 老头开口 打破了这片雅致清幽客间沉闷 绝月美酒 老朽曾经早听说过 只有绝月妖帝的皇族 或是为皇族立下功劳的妖族功臣 才配有资格享用 却不常想 老朽今日竟有资格坐下来品尝 当老头说完这番话后 双目 凝视向了前方那位妖族大皇子眼裂的脸上 老脸露出了期待 刚才眼裂可是说了 他带了几壶绝月美酒 要与他们细细品尝 而绝月美酒身为北荒之人 老头确实听说过 他不仅听说过 曾经年轻的时候 他在天荒圣地之时 甚至有幸偷喝过一口 那纯纯的酒香 那种一口入侯回味无穷 妙趣无穷 令整个人陶醉其中仿佛飘飘欲仙之感 他至今都还记得 呵呵 真是不好意思啊 听到老头这话 只见眼裂突然又是一笑 虽说不好意思 不过他的脸上 却看不到丝毫的尴尬 接着 只见这眼裂在而开口 对时封三人笑说道 刚才是本皇子记错了 由于走得匆忙 本皇子忘记将那绝月美酒给带出来了 哦 是吗 听到眼裂的话语 老头也是笑道 若是老朽没有记错的话 这壶中所散发出的酒香 正是绝月美酒的香味吧 老头说着这句话的同时 老手指向了摆在眼裂身前的那一尊紫玉酒壶 这 听到被这老头试破 眼裂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甚至有一抹怒意浮现 自己都那么样说了 很显然是不想将这绝月美酒拿出来与他们分享 没有想到 这个老头竟然如此的不是好歹 如今有那位狠人坐在身边 老头可不管他什么妖族的大皇子 什么遥光大妖师 这壶酒 确实是绝月美酒 眼裂说 不过跟着 只听他话锋一转 本皇子这里 等下有几位尊贵的客人要来 所以这壶酒 是拿出来招待那几位尊贵客人的 哦 听到眼裂的话语 老头呕了一声 老脸之上露出了冷笑 道 莫非你认为 你说的那几位 比我们几人更加尊贵 听到老头这话 眼裂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回道 在我的心中 那几位客人 确实比你们三位要尊贵 哦 你口中的那几位 是什么人 老头面露好奇 问 不过就在老头的话音刚刚落下 紧跟着 只听着门外突然回想起了一道浑厚如红中的声音 大皇子与大妖师可在 火炎圣帝受邀前来 火炎圣帝 听到火炎圣帝四个 原本面露好奇的老头 老脸玄机又是一动 又出现了一抹金融 他玄机感应到了 门外传来了两股令他震撼的绝世气息 有两位境界在他之上 令他感觉到战力的强者 特别有一股炙热的气势 与这位妖族大妖师遥光都不相上下 两名九星半神 老头在心中暗暗一阵惊呼 见到那张老脸之上显露出的金融 眼烈咧嘴露出一抹冷笑 仿佛胜利者一般 对老头傲然开口 说道 本皇子邀请的那几位尊贵客人 来了 说完这番话后 眼烈与大妖师遥光同时起身 见到这两位都站起了身 那位美貌妇人与戴琪也随即站起 随后 这妖族的四人 同时往房门方向走去 大皇子眼烈走在最前头 身为绝月妖帝大皇子的他 竟然 要去为那几位亲自开门 火炎圣帝远在东荒 听说与雷神圣帝一直不合 此刻竟然出现在这雷神圣帝的天雷城 这时老头开口 对时锋说 自从与时锋接触以来 老头已经发现 这位新主竟然对 满荒大陆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不过老头也觉得没什么 估计这位妖孽曾经 将一切精力都花费在了修炼之上 不去关注这些满荒大陆的历史事例 有曾经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能有今时今日的绝世成就 嗯 听到老头的话语 时锋轻轻地应了一声 出现于门外的几人 早就在他的灵魂感应之中 两位九星半神级别的绝世强者 还有一位 竟然是他的老熟人 客间的房门 被眼猎亲自伸手打开 见到站立于门外的三人 眼猎玄疾抱拳 温和笑道 诸位能受邀而来 眼某真是受宠若惊 眼某特为诸位备好了我绝月妖地的特产 绝月美酒 还望诸位不要嫌疑 哈哈 大皇子这是哪里的话 绝月美酒 老夫又岂会嫌弃 哈哈 哈哈哈哈 一听绝月妖酒这四个字 老夫便已经是饥渴难耐了 一位白发老者 听到眼泪的话语后 豪爽大笑着说道 听这笑声 刚才那道如红中般的浑厚声音 便是这位老者发出 绝月妖酒之名 在下也早就听说 早就想细细品尝 尝着世间爵味 一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 也笑着对眼泪说道 这白发老头与这位中年男子 两人的舞蹈境界 皆在九星伴神之境 听到这两位的话语 而接着 眼泪的目光 凝视在了一位红发青年的身上 这位青年 比他眼泪还要年轻 但是舞蹈境界 却已步入了六星伴神之境 红发青年 又有这般爵士逆天天赋 这位莫非是 红发青年咧嘴一笑 对着妖族大皇子眼泪抱拳说道 在下火域 大皇子有礼了 果然 此等天之骄子 果然便是火炎圣子你了 哈哈 哈哈 第1907章我靠 脸妹的 是他 果然 此等天之骄子 果然便是火炎圣子你了 哈哈 听到这位妖族大皇子眼泪的话语 火炎圣子火域咧嘴一笑 脸上显露出了傲然之容 这位妖族大皇子 确实很有眼光 火域在心中漫暗说 不过跟着 他便也很快在心中释然 因为这位妖族大皇子说的也很对 像自己这样气质出众 天赋无双的天之骄子 不是自己还会有谁 火炎圣帝 火炎圣子 这时 妖族大皇子身后的妖族少女待袭 目光也凝视于这位火炎圣子的身上 纵使她是妖族女子 但是大名鼎鼎的火炎圣帝 她还是有过听说 没有想到这位年纪如此年轻的红发青年 竟然便是火炎圣帝未来的圣主 此刻的火域 不像曾经那样红发冲天 而是一头红色碎发 看上去很是干净 利索 俊朗 望了望火域 带其的目光又望回向妖族大皇子演练 在心中暗自比较起来 两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势差不多 境界应该不相上下 不过火域比妖族大皇子演练的年纪小上不少 火炎圣帝与绝月妖帝相比也要略圣一筹 所以说还是这火炎圣子优秀一筹 而且这位青年既然为火炎圣子 那么没有意外 成为火炎圣主可是铁板丁丁的事 但是这位妖族大皇子可是不同 听闻绝月妖帝之主 膝下有数十子 天父出众者受到绝月妖帝之主宠爱的有好几个 虽然世间传言 这妖族大皇子演练 乃是未来绝月妖帝之主 但是到底谁是绝月妖帝的继承人 为立妖太子 还是决定于妖主的一念之间 世间还有在传 妖族大皇子取名为演练 与无欲妖帝妖王严涅独因相似 乃是绝月妖帝之主有吞并无欲妖帝之意 然后将无欲妖帝 作为封帝封羽这位妖族大皇子 但并没有让他继承绝月妖帝的意思 无欲妖帝与绝月妖帝 虽然都被称之为妖帝 但是绝月妖帝的实力 无欲妖帝可是根本无法相比 不说别的 绝月妖帝之主 可是掌控着一件绝世妖神器 妖神器一出 要灭无欲妖帝 那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绝月妖帝 掌管妖神器 火焰圣帝 传闻也有一件神秘的火焰神器 这两位的战力 可能比不上他 但是论背景的话 可不一定 心中暗子说着这番话时 戴琪微微转头 悄然望向了那道 还坐于客桌旁的暗黑身影 戴琪认为 这位火焰圣子出行 身旁有两位爵士强者陪伴 而大皇子眼裂来到这天雷城 身边有大鸣鼎鼎的大妖师 瑶光大人 这三位身上所散发出的绝世气势 可是那的人身边的老头 比都无法比 所以戴琪理所当然地觉得 此人不过是自身天赋不错 但是论背景的话 应该根本无法与那两位相比 但是天赋不错又有什么用 未入九星半神 以他的性子 可能真的什么时候 便得罪了他的罪不起的存在 而就此隐恨 这一次在天雷城 他可是得罪了雷神圣帝 到时候他能否活着离开天雷城 都是难说 戴琪暗暗说 眼裂打亮找火焰圣帝三人的同时 火焰圣帝三人 也同样打着这妖族四人 妖族大妖师瑶光 一直站于大皇子眼裂身旁 不过当火焰圣帝三人感应着 瑶光身上的气势后 面色皆为移动 按照得到的情报 想必这一位 便是绝月妖帝那位大妖师瑶光了 火欲望到瑶光面色移动之后 紧跟着 他的面色又是移动 他的双目 紧紧的凝视在了那位妖族角色 少女戴琪的绝美容颜之上 没有想到 妖族之中竟有如此美帝女子 火焰暗自惊然说 跟着她又暗道 不过既然跟着妖族大皇子走在一起 应该是这妖族大皇子的女人吧 如此角色 应该早就被她伤过不知多少次了 真是可惜啊可惜 唉 实在是太可惜了 在心中说着说着 火欲一声轻叹 眼裂的目光 一直位移开前方的火焰圣帝三人 他很快注意到了这位火焰圣子的目光 英雄爱美人 正常不过 若这戴琪只是一位寻常的角色女子 我送给她火焰圣子又何妨 只不过 这位女子可不太一样 不能送她 眼裂暗道 跟着她也不道破 对前方的三位贵客继续笑着说道 几位请进 说着之时 眼裂对着他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呵呵 火焰圣帝那位老者点了点头 呵笑着率先步入这间课间 跟着 那位温文如雅的中年也走入 火焰虽然是火焰圣子 是火焰圣帝未来的圣主 但是辈分上 却是不及这两位 待他们走入后 他才跟着进入 哦 原来大皇子这这里早有客人了 当火焰圣帝那位老者进入后 便见到了坐在客桌之旁 背对他们的始风三人 听到老者的话 眼裂玄疾笑着回道 呵呵 不过是刚刚相识 觉得有几分投缘 要来一坐而已 怎及三位客人尊贵 眼裂声音不低 玄疾也传入到了始风三人的耳中 始风没有理会 依旧静坐于那 青年的秀眉 微微轻拧而起 而那位老头 老脸之上 却已经露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心中暗道 这位所谓的妖族大皇子 又在做死的路上迈出一大步了 或许他们绝阅妖帝 将因为他们这位愚蠢的妖族大皇子 也该一主了 哦 是吗 火炎圣地的老者听到眼裂的话语突然一笑 那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 脸上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意 嗯 这是 而那位火炎圣子火域却没有笑 双目凝视于那道暗黑身影之上 怎么看觉得怎么眼熟 好像自己在哪里见过 此人 此人 我靠 里妹的 是他 将那道暗黑身影与印象之中的那道恶魔身影重合之后 火域猛然一惊 英俊的面目旋即猛然一变 双目睁得无比的大 他此刻已经很确定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恶魔 第1908章谁 到底是谁 火域脸上显现的金融 暂时还无人注意到 这时 眼裂对那位火炎圣地的老者回道 几位对于在下来说 乃是在下最为尊贵的贵客 几位贵客既然来了 那么也该请他们离开了 听眼裂这话之意 他这是要对十丰三人进行逐客了 刚才说他在作死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看来 他这是要冲出一大步啊 还真是应了那句古话 不做死便不会死 老头老脸上的冷笑越来越甚 说 对火炎圣地那位老者说完那句话后 妖族大皇子眼裂 便朝着十丰三人身形一闪 这 见到眼裂的身形 火域喊出了这 原本想喊住那位妖族大皇子 但是这位妖族大皇子却一副火急火料的样子 身形已经闪到了坐着的那三位身后 开口说道 三位 刚才在下说的话 想必你们也已经听到了 既然我们尊贵的客人来了 你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哎 听到那位妖族大皇子说的话 火域深深一叹 这位什么所谓的妖族大皇子 性子可真是太极了啊 这下子 估计他老子来了 都救不了他了 罪恶深渊所发生的大事已经席卷天下 火域自然也知晓了那一位 灭杀罪恶三魔主的九幽魔主 十丰 一听十丰这二字 火域便知道是这个妖孽了 除了这个十丰 天下还有哪个十丰这么变态 当初以为已经逃出了他的魔掌 没有想到 今日又遇上了啊 真是 本圣子上辈子真是造了什么孽啊 紧接着 火域旋即朝着同为火炎圣地的那两位传音 那个身穿暗黑战甲之人 便是十丰 听到身后传来的那位妖族大皇子的话语 老头缓缓地站起 缓缓地转身 老脸满事不悦地说道 当时 是你们邀请我们进来做的 说邀请我们品尝你们绝月妖地的绝月美酒 怎么 现在要我们走了 难道你们妖族 就是这样的说话不算话 将自己的话当屁一样 当老头的话音一落 原本脸上带着冷笑之容的眼泪 脸色玄机猛然一变 他没有想到 得知自己等人的身份 得知那三位尊贵客人的身份 这个老头 竟然敢对自己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 紧跟着 眼泪玄机冷然一喝 冲着老头喝道 你 放肆 一股冰冷怒然的杀意 已从这位妖族大皇子的身上猛然升起 哼 不远之处的妖族少女带袭 望着发声前方的一幕 暗自摇了摇头 发出了一道冷恨 暗暗说道 那个人如此狂妄 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老仆人也是如此的狂妄无知 不知死活 也不看看他们如今是在什么地方 如今面对的人物是什么样的身份 看来我先前想的没错 这样的人 真的可能什么时候便得罪了他的罪不起的存在 而就此隐恨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在其绝美的面容之上 已露出了满满的不屑 杀意 感应到眼泪身上冲起的杀意 老头的一双老眼已经为妮而起 右手成爪 直接朝着眼泪的脸面抓了过去 哼 这时 一直为出声的大妖师摇光 见到那的老头的动作之后 终于发出了一道怒哼 紧跟着 便听他开口说道 几只不是抬举的蝼蚁 我等都已经给你们台阶下了 竟然还是如此的找死 既然这么想要死 那么就不要活着了 当摇光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只见石锋等人的上方 旋即闪耀起了一道青色之光 一只青色大手显现 将石锋三人都笼罩在了其中 与其同时 那位妖族大皇子眼裂的身前 闪耀起了一道青色光幕 看来是那位大妖师以这青色光幕 为眼裂抵挡那的老头的一击 什么 持风 九幽魔主 持风 火炎圣帝的那两位 听到火域的传音之后 面目玄机猛然大变 大惊特惊 火域先前的遭遇 其他人虽然不知道 毕竟火炎圣子被人打入印记 任他人为主 可是丢人丢到家的事 但他们二位身为火炎圣帝的高层人物 自然知道这件事 也知道那位打入火域体内印记之人 便是现在的罪恶深渊九幽某主 石锋 此刻火域说那是石锋 那么 那的人 必然就是 石锋了 紧跟着他们见到 那个老头抓出的一爪 抓在了那道青色光幕 自然而然必被那青色光幕所挡住 毕竟 那道青色光幕 可是九星半神巅峰之力 随后 他们载而的见 那只笼罩于石锋三人上方的青色大手 朝着下方猛然下压 不 不要 见到那一幕的火炎圣帝老者 面色载而猛然一变 旋即冲着身旁的大妖师遥光喊道 就算他天赋无双 但是由于他的狂妄性格 由于他那同样不是好歹的仆人 就要陨落在此了 见到那只猛然下压的青色大手之后 带齐暗暗轻难说 遥光大妖师都已经出手 对于他来说 那几个人已是必死无疑 唉 这时 带齐又发出了暗暗一叹 话说回来 他总归也是救过我 但是没有办法 大妖师遥光大人 与大皇子想要他死 以我之能又能怎么办 当说着这番话 带齐静觉自己的心头 浮现了一抹伤感 火炎圣地老者虽喊出了不要 但是遥光一几很是狂猛 根本收拾不住 眼见下压的青光大手 即将要轰击于石锋三人的身上 但是就在这时 在诸人的注视之下 人们突然见到那道即将将那三人轰杀的青色大手 竟然就此 消失了 持风与青岩 依旧完好无损地安坐于那 老头 还在站在哪里 右手还是抓在那道青色光幕之上 除了石锋三人之外 其他等人的面目 玄机在在这一刻狂变 青色大手 那可是大妖师遥光的一击 那可是九星半神巅峰的力量 竟然就这样 消失了 谁 到底是谁 这时 大妖师遥光旋即大声喝道 自己刚才那一击 虽然只是自己发动的随意一击 但是能破此攻击者 必然不凡 第1909章他就是石锋 谁 到底是谁 对于大妖师遥光来说 这间课间之内 能破自己攻击的 也就只有火炎圣地步入了九星半神之境的那两位 但是这两位 一直于自己不出一米 火炎圣地的那位老者 虽然有发出喝声说不要 但是这两位却是没有出手 自己的攻击被迫 遥光已然认为 这间课间之中 有隐藏一位就连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绝世强者 遥光喝声落下 阴冷的面目已经变得异常凝重 这时 只见坐于客桌之旁 一直背对着他们的黑甲青年 已经开始缓缓站起 与此同时 一道淡然的声音随之响起 老妖人 既然动了杀意 那么你今日 就别想着活着离开这里了 嗯 听到时风那话 遥光重重电昂了一声 怒然说道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本作就觉得你不简单 没有想到 你身后竟然隐藏着一位绝世强者 但就算如此 也轮不到你在本作面前如此放肆 当遥光话音还未落下 渗行电影急速闪出 朝着时风顺闪而去 他 竟然身后也隐藏着一位绝世强者 当妖族少女带齐听到遥光的话语 绝美帝俏连也旋即露出了一抹惊然之容 我明白了 难怪 难怪啊 难怪他如此年轻 便能灭杀两位八星半神之境的强者 原来是那位隐藏在背后的那位绝世强者出手 原来那个时候 他只不过是在我面前装枪做事而已 我就说 他年纪如此轻轻 怎么可能灭杀得掉那两位八星半神级别的妖尊 带齐虽然在心里这么说 但是他绝美翘脸之上的金蓉还未退去 这个人的背后 既然隐藏着一位绝世强者 那么说 他的身份及来历 也如火炎圣子大皇子那般不简单 这一刻 不止妖族少女带齐的俏脸之上 还保持金燃之容 火炎圣帝的那三位 金燃之容也越来越甚 那位大妖师遥光 此时此刻已经闪到了那位绝世妖孽的身后 右手之上已闪耀起了一道诡异的清光 散发着邪义阴森的气息 抓向了那一位的后脑 他 他就是石锋 这时 老脸布满金蓉的火焰圣帝老者 终于喊出了这一句话语 当石锋二字一出 妖族四人的面容 在这一刻猛然奇奇大变 如今石锋之名 他们又岂能不知晓 震惊 满是不相信之容 布上了遥光的面目 这一刻 他见到了身前那个人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速度 在对着自己转过身 那张年轻冷峻的面容之上 露出了一抹冷笑 啪 只听一道极为清脆的声响 在这刻间之中回响而起 没有人看到石锋出手 也没有人看清楚 这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见绝月妖帝大妖师遥光的身形 犹如破沙袋一般狂猛倒飞了出去 而那张青色长须的老脸之上 显露了又惊又痛又容 一道五指掌印触目惊心 遥 大妖师遥光 老 师 遥光大人 见到这一幕的妖族三人 面露极度惊骇之色 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绝世强者 竟然被人打得倒飞了 而倒飞之前的那道脆响声 砰 遥光倒飞的身躯 重重地撞击在了墙壁之上 也不知道这落殃楼的墙壁是以什么材质炼制而成 遭受大妖师遥光如此狂猛的狠然撞击 竟然还是完好无损 身躯紧贴墙壁的大妖师遥光 此刻看上去已很是狼狈 已然失去了先前那股爵士大妖师的爵士风范 紧贴墙壁的身躯开始缓缓滑下 滑落向了地面 啪 一道落地的清响将这些受惊之人都给惊醒过来 石峰天下第一妖孽 罪恶深渊九幽魔主石峰如此恐怖如斯 此时此刻 妖族三人在而面向那个人的面容 已然变得异常精彩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这段时日风头最上的石峰 竟然就是他 石 石峰大人 妖族大皇子眼裂 早就没有了先前的王者风范 战斗身躯 颤着声音 对这位功声喊道 妖族少女戴琪 道得此刻脸上的竟然已经无法退去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从无欲妖帝一路跟随道着的这位年轻人族舞者 便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九幽魔主 就连罪恶三魔主 三位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爵士强者都被他一人灭杀的那人 石峰 极度的悔恨已经涌现了这位妖族少女的心头 自己先前应该有获得这位的好感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接二连三地为自己出手 但是这些好感 必然已在自己先前对眼裂说的那一句 我们只是同路 算不上什么朋友中彻底失去了 自己竟然彻底失去了如此一味的好感 这一刻的戴琪也已经意识到他那一次的出手是多么的珍贵 自己先前还在暗自做着比较 火炎圣子与大皇子到底谁更优秀 但是这两位又岂能与这位爵士妖孽相比 估计就连火炎圣主与绝月妖主见到这位 也要毕恭毕敬对待 自己 想方设法要逃离无欲妖帝 寻求他人庇护 原来这个世上最强大的庇护 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 只是就这样被自己给错过了 难怪他如此的狂妄 如此的嚣张 他这是 有狂妄嚣张的资本 以他这样的绝世妖孽 又哪里需要去收敛 是自己 看走眼了 是自己以短浅的目光 评论这样的一位 略想着这些 带其心中的悔恨越浓 老 老大 这时 火炎圣子火玉 脸上强行露出了一抹欣喜 冲着那一位看似很是欢喜地喊道 跟着又道 老大 没有想到真的是你啊 听到火玉的呼喊 石峰微微地转过头去望向他 冷笑着说道 看到我 你真有这么开心 火玉到底是什么心思 又岂能逃得过他石峰的眼睛 当然 那是当然 听到石峰话语 火玉玄机满是认真地点头 硬道 这段时日未见老大 小弟我在心中 一直甚是想念 没想到在今日 竟然再见老大您 如今的火玉 身旁有两位爵士强者相伴 若是石峰没有在罪恶深渊做的那些事 或许此刻该狂的 是他这位火炎圣子了 但是面对如今的这位九幽谋主 谁敢在他面前狂起来 第1910章宣判 石峰没有理会火玉 没有再说什么 一时之间 由于石峰没说什么 这间课间 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没人再敢出声 而一道道目光 已经凝视在了那一道 仿如神魔一般的暗黑身影之上 妖族的戴琪中年美貌富人 还要妖族的那位大皇子眼恋 此时此刻呼吸已经变得异常的急促 心跳不止 这一刻的他们 仿佛正在等待那位的审判 跟着石峰的目光 再而望向了那位墩坐地面 看上去满是狼狈的大妖狮 遥光 遥光被石峰扇了一巴掌后 此时此刻看上去仿佛战力已失 力气全失 微微仰着头 双眼还是瞪得很大 仰望着不远处的那位神魔 已经无数年了 他遥光 没有这样仰望于一个人了 原本以为 这一辈子他都不再会 此刻确实没有想到 紧跟着 诸人见到那一位 在而缓缓开口 说 本魔主刚才说了 今日你这老妖人 是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现在 就去死吧 石峰这话 自然是对那位妖族 大妖狮姚光说 说着这番话的同时 只见石峰右手长爪 缓缓探出 对向了那位大妖狮 顿时间 姚光只觉一股绝强的犀利 从前方狂猛传来 此刻的他 根本毫无半点反抗之力 身躯随即朝着前方 狂猛飞射了出去 啊 不 一阵大吼之声 从姚光打药师的嘴中吼响 不过瞬息之间 他便来到了石峰的身前 被石峰探出的那只手 一把握住了脸面 不 不要杀我 饶 饶命啊 姚光被抓的老脸之上 已经布满了极度惊慌与骇然 颤抖着声音 对石峰求饶道 如此话语 估计他没想过 今世会从他姚光的嘴中说出来 所以说得很是生硬 不过石峰既然说了 这个老妖人要死 他必死无疑 听到姚光的求饶之声 年轻冷峻的面容之上 安全无动于衷 紧跟着 姚光感应到了那只 抓住自己老脸的右手 一股极为诡异的吞噬之力产生 自己体内的血液 顿时狂猛沸腾起来 逆流冲上 一股异常难受之感 充斥着姚光的浑身上下 然后只见一股青涩的血液 从他的七孔之中 狂猛地喷射而出 喷向了石峰的掌心 啊 不 痛苦的哀吼之声响起 姚光的整个阵战地无比剧烈 而紧跟着人们见到 随着他的血液 不断喷入那位的掌心 他的身躯 正在急速地干瘪了下去 又是这一招 火炎圣子火玉 见到了这熟悉的狠毒招式 曾经的一幅幅往事 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之中浮现 暗暗惊呼 不过瞬息之间而已 大妖师姚光的哀吼之声便已经停下 此时此刻 绝月妖帝高高在上的大妖师姚光 九星半神之境的存在 就此陨落 他的死亡之力 以及被石锋吸到掌心之间的青涩血液 还有他的魂魄 皆被石锋已久由密法存入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之中 石锋将那一串透着诡异阴森之感的青涩骨链 以及一枚青涩骨戒取下 随后随手一甩 将手中的这具干瘪尸体甩飞了出去 干瘪的尸体 砸落在了刻间的地面之上 啪地一声 又响起了一阵声响 听到这阵声响之时 妖族的三人 身躯又在这一刻颤了一颤 双目皆凝聚在了那一道无比干瘪的尸身之上 脸上的表情无比震撼 大妖师姚光就这样死了 变成了此等模样 对于他们来说 这简直仿如做了一场噩梦一般 原来九星半神之境的强者 也会死 这个时候 老头的老脸之上已经挂上了一抹冷笑 问石锋道 我主 这位说话不算话 满嘴狗皮的妖族大皇子 当如此处置 当听到老头这话 原本整个人都不太好的妖族大皇子 心脏与身体 同时颤了一颤 说起来 这一切的源头 好像都是因为自己不舍得拿出绝月美酒与他们共享 可是那个时候 自己不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威震天下的九幽魔主啊 如果自己知道他这尊贵的身份 别说是几壶绝月美酒了 想必就是将绝月妖帝的所有绝月美酒都拿出来赠予这个人 自己的父皇想必都愿意啊 石锋还未开口 这位妖族大皇子旋即开口 对他满是可怜的模样哀求 九幽魔主饶命 九幽魔主饶命啊 小妖有眼不是泰山冒犯了魔主 还望魔主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小妖这等蝼蚁计较啊 而这时 只见石锋缓缓开口 对这位妖族大皇子宣判道 刚才他对我们动了杀意 也要死 属下明白 听到石锋这话 老头老脸上的冷笑旋即变得更甚 对石锋应声 紧跟着 并见他右手在而长爪 抓向了那位妖族大皇子 啊 不 饶命啊 听到石锋的话语 见到老头的动作 眼裂再而猛然大惊 再而哀求 不过哀求的同时 一股金色的妖光 从他眼裂的身上猛然升起 他的双掌 朝着老头同时狂猛拍出 拍向了老头抓来的那一爪 嗯 烈婿 竟然还敢反抗 见到眼裂的动作 老头旋即怒然一喝 紧跟着 便听一道苍老的低喝声响 湛谋 斩棘 一道暗黑魔影从老头的身上显现 浑厚的魔物从他的右手之上涌出 老头该爪为拳 朝着眼裂拍来的双掌抱轰而出 这一次 乃是老头第二次施展时风传授的这道七星半神级战绩 而此刻老头轰出的这一击 已然强过了当日面对妖族那位八星半神之时 看来这些十日以来 老头对于这道战绩 又有新的领悟 狂猛一拳轰击而来 拍出双掌的眼裂 脸面旋即在而猛然大变 见到老头这一击 就连火炎圣地的那三位 面色都有所动 那位温文儒雅的中年强者缓缓开口 说七星半神战绩 真是好狂霸的一招战绩 他这还是还未彻底领悟这道战绩 若是彻底领悟的话 战力绝对将步入一层新的台阶 轰啊 紧跟着 一道暴响与一道痛吼同时响起 第1911章时风 我爱你在老头运转七星半神战绩战魔战 及轰出的一拳之下 妖族大皇子眼裂拍来的双掌 直接被拳头给轰的狂猛爆破 断手之处 金色腰骨 一条条金色经脉清晰可见 惨不忍睹 两只手 仿如两根破裂的水管一般 金色的腰血狂猛喷溅溅 而老头轰爆了那两只手后 却并没有再往前轰 但是此刻 面露极度痛苦之容 发着一场惨烈哀吼的大皇子眼裂 面容之上又猛然浮现了一抹极度惊骇之容 仿佛见到了这个世上极为恐怖的事物 一般 眼裂见到一位爵士狂猛傲立于他的身前 仿佛爵士巨人一般 手持天魔战刀 然后朝着自己狂猛斩了下来 在众人的凝视中 他们见到那位妖族大皇子 不满极度惊恐的脸面 朝着两边缓缓分裂而开 仿佛被锋利之物窃的异常平整 借着从上往下 整具身躯都在朝着两边分离 啪啪啪 金色内脏等之类杂物掉了一地 绝月妖帝大皇子 传闻中绝月妖帝未来的妖主 就此陨落 持风心念一动 眼裂的浑身精血 死亡之力与魂魄 也被他吸入到了血石碑 死了 大皇子 也死了 妖族少女戴琪 愣愣地望着那两截干瘪的尸体 满脸难以置信地开口说道 他真的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样 那位满脸温和 无形之间却散发着一股上位者气息的大皇子 那位满脸肃穆 散发着阴冷僧邪 又仿如距山般无法撼动的大妖狮 两位威震妖族的人物 竟然就这样 死了 死的还是如此凄惨 而这一切的起因 好像又因为自己 原本大皇子 有意结身那一位镇着天下的九幽谋主 结果因为自己的愚蠢与短浅的目光 有意排斥 告诉他这人得罪了天雷圣地背景深厚之人 而这时 只听一道难受身影之声 从老头的嘴中发出 与此同时 老头的身躯猛然震了一阵 这一刻 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 看上去异常的白 煞白如纸 鲜红的血液 已从老头的嘴中流出 看来 这一次老头虽然对于那道七星半神战 既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但是未彻底领悟 还是遭受到了反噬 不过这一次老头面露坚定之容 没有像上次那样彻底软下去 身躯还是强行傲力着 这时老头再而请示石峰道 我主那两位妖女该如何处置 老头认为那一位 先前可能看上了那位妖族少女 有宠幸她的打算 才会多次为她出手 不过进入这间课间之后 这位妖族少女的态度变全变 甚至对这些妖人们表达 与自己等人不熟的意思 自己倒无所谓 但她说那样没有良心的话 便是对那位不敬 甚至是完全不给那位面子 理应当诸 千刀万寡都不畏过 当戴琪与那位妖族中年妇人 听到老头的话语 面容在而猛然大变 两具郊区同时吓得颤了一颤 双目都潜意识地望向了 那两具干瘪的尸体 听到老头的话 石峰的目光 也朝着那两位妖族女子望了过去 啊 这时见到那位狠人望来 带琪与她的那位阿尔耶在 而发出一声交呼 紧接着 便见到那两道郊区 朝着那位琪琪下跪 中年妇人露出了满脸哀求之容 对石峰哀求道 九幽魔主饶命啊 跟着 带琪也跟着苦苦求道 魔主饶命 赤奴婢眼拙 不知魔主您降临啊 魔主饶命 魔主饶命 这两个妖族女人 先前虽与那什么大皇子 大妖师一起 对自己等人露出了敌意 不过却也没有显露杀意 那个时候 也只不过看自己不爽而已吧 这两个妖族女人 倒没有到非死不可的地步 紧接着 只听石峰对着他们缓缓开口 说本魔主不想再看见你们 你们走吧 当听到石峰这话 贵福于帝的两位妖族女人 娇躯在而一颤 一时间 他们不太明白这位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让自己走 是真让自己真的离开 还是 送自己归西 两张绝美帝翘脸在而缓缓抬头 望向了那位九幽魔主 见到那两个妖女抬头却并未起身离开之意 石峰冷俊的面容眉头呼地一皱 冷然道 怎么 不想走了 不不 不是 不是 借九幽魔主不杀之恩 借九幽魔主不杀之恩啊 听到石峰那一句 妖族这位中年美貌妇人顿时明白过来 连忙朝着石峰拜谢道 那颗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提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去 借九幽魔主不杀之恩 九幽魔主之恩 戴琪必然勇迹在心 这时 戴琪也朝着石峰连连拜谢 跟着 两位妖族女子缓缓起身 面对不远之处的那个人 满脸恭敬地恭着身 然后身形倒退 缓缓地往房门方向后退而去 后退之时 戴琪在而望向那个人的面容上 已满是复杂 她知道有些东西自己错过了 便永远错过了 这一刻她甚至在幻想 如果自己先前不对她那样 如果自己一开始便对她表达爱意 展开疯狂攻势 结局会如何 自己 拥有绝世容颜 或许自己真能得到她的爱意 受到她的宠爱 今后 成为令天下人仰望的九幽魔后 这是以五为尊的世界 女人爱强者 一位被称为天下第一人的强者 这个世间 又有哪个女人可以抗拒 这位妖族少女戴琪 也不例外 更何况 这位除了爵士天赋 爵士战力之外 那张冷峻的面貌也是不差 戴琪已经想不出 这个世间 还有比她更加优秀的男人 只是这样一个男人 自己就这样永远错过了她 我 我发现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她 我是多么多么想成为她的女人 可是却 我好后悔 我真的好后悔啊 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 如果上天可以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 我可能 此生都无法忘记她了 池峰 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啊 第1912章雷葬 纵使这位妖族少女戴琪的心中 满是悔恨与不甘 但她还是不得不退离这间客间 若不退离 可能就得死 两位妖族女人身后的两扇房门 缓缓地自动敞开 两女继续后退 那道仿如神魔一般的身影 最终还是消失在了戴琪的视线当中 这位妖族少女的心中 突然浮现了一股悲凉之感 仿佛刚才那一眼 便是最后一眼 仿佛从今往后 将再也无法见不到那一位 两位妖族女子退出客间之后 啪地一声 敞开的房门关了回去 那位中年美貌妇人 宫着的郊区 缓缓直起 与此同时 她缓缓地输了一口气 直到这一刻 她才知道自己是彻底安全 不用死了 终于 捡回了一条命 想起刚才的死里逃生 想起那惊险的一幕 这位妖族的中年美貌妇人 还是觉得刚才 仿如做了场梦一般 而就在她打算远远离开这里之际 却是发现了戴琪 竟还是站立于房门之前 竟然一动不动 愣愣地望着前方的房门 觉美帝面容上满脸凄苦 见到戴琪这副模样 美貌妇人秀美一拧 冲着她喊道 丫头 你这是 听到阿尔耶的呼喊 戴琪才缓缓地转过头望向她 两行轻泪 不自觉地从眼眶滑落 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 喊道 阿尔耶 呜呜 喊出这三个字时 戴琪已经无法再控制住心中的情绪 眼泪也已经无法止住 扑入了她的阿尔耶怀中 伸手抱住了她 就这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丫头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已经没事了 我们已经安全了 美貌妇人还以为戴琪因为刚才的事而受到了惊吓 双手也轻轻地抱住了她 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柔声安慰道 丫头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跟着美貌妇人在而对戴琪说 说着这番话的同时 她在而望向了前方的房门 面露再次浮现了忌惮之容 对于她来说 虽只是一门之隔 房门之后 乃是一处极度恐怖的死亡之地 哪里 有一位爵士凶魔 呜呜 阿尔耶 戴琪在于她的怀中哭泣道 声音已变得哽咽 哭道 阿尔耶 我发现 我已经爱上她了 我已经爱她爱到无法自拔了 呜呜 我现在的脑子里 全都是她 我发现 我根本无法忘记她了 我后悔 我真的好后悔啊 阿尔耶 我该怎么办啊 呜呜 什么 你爱上她了 她 她是谁 听到戴琪这话 中年美貌妇人旋即一惊 不过话虽如此说 她也已经隐隐猜到 她口中的她 是谁了 呜 爱上了那一位 美貌妇人向戴琪确认道 嗯 戴琪还是僵俏脸埋在她的怀中 轻轻点了点头 应声 跟着 戴琪在而出声说 是我愚蠢 呜呜 阿尔耶 是我愚蠢啊 我的愚蠢 让我就这样永远地错过了她 唉 听到戴琪这话 美貌妇人轻轻一叹 听到戴琪这些话语 明白她的这番心意 她也觉得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她这么小 遇到如此一位绝世妖孽 她又怎能抗拒地住呢 别说是她了 就是自己 如果那一位现在出来 说想要自己的身体 自己也根本无法抗拒住此等诱惑啊 两位妖族女子退出这间客间之后 时封的目光 便望向了火炎圣地的那三人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两位火炎圣地绝世强者 此时此刻岂敢在她时封的面前显露出那等强者风范 火炎圣地的三人 都对着时封露出了温和的笑脸 这时 那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恭敬开口 对时封说道 魔主大人 我们三人 不过是受那眼猎邀请 前来这落殃楼赋宴而已 传闻九幽魔主大人恩怨分明 想必不会与我们三得打酱油的计较吧 这时 火炎也笑着开口 说 高师叔 我们只是打酱油的 我老大又岂会跟我们计较呢 老大你说是吧 中年男子与火炎的话音落下之后 那位老者也满是同意地点头 道 嗯 老朽曾也听说 九幽魔主大人恩怨分明 老朽一直善事敬佩 嗯嗯 老头话音一落 火玉与那位中年又满是认真地起起点头 应声 哼 时封听到这三人奉承的话语 不屑地哼了一声 不过这三人 确实也是打酱油 没有做出对自己不敬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 有认识自己的火玉在 他们敢不打酱油 敢对自己不敬 那不是犯贱找死了 嗯 而就在这时时封面色突然移动 视线从火炎圣地的三人身上已开 缓缓地抬头 望向了上方 这一刻 时封的视线仿如已经穿透了头顶之上的紫色天花板 穿透层层阻碍 望到了苍穹上的一幕 而就在这时 只见时封在而咧嘴一笑 道 看来 有送死的来了 当时封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便是身形一个闪动 瞬间消失在了这间客间之中 紧跟着 便听那一道年轻冷然的声音 在这客间中回响起 老头 你留在这里安心恢复 清言 你便留在这照顾老头 就在妖族两位女子离开客间的时候 老头便已经无法硬挺住站立的身躯 坐了地面之上 然后开始恢复受反噬的伤势 听到时封的话音 原本闭上双目的老头 缓缓地睁开了老眼 回到 属下遵命 跟着 清言也轻轻地应了一声 嗯 这房间中 虽然有两位爵士强者 如果若要杀清言跟老头 不过是举手投足的事 不过时封知道他们不改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除非他们想自毁他们的火炎圣地 而此时此刻 火炎圣地的三人 也皆抬起了头 而这时 只见那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 面色忽地一动 暗暗说道 雷藏 雷藏竟然亲自来这天雷成了 雷藏 听到雷藏这两个字 就是身为火炎圣地圣子的火欲 都发出了一阵惊呼 雷藏 那可是雷神圣地的圣主 而且刚才他们听到那个妖孽说 有送死的来了 这雷藏 是来找这妖孽麻烦的 想到这 火炎圣地三人面面相许 然后 同时会心一笑 第1913章雷米的身世 自古以来 世间传闻 火炎圣地与雷神圣地一直不和 两大圣地 一直是宿敌 不过世世代代下来 火炎圣地之人 也确实有无促速敌 乃是雷神圣地中人 仿佛命运的安排 上天的注定 此时此刻 火炎与那两名火炎圣地的强者 没有想到那位绝世妖孽 竟然去找雷神圣地的圣主雷藏去了 天雷城 即将有一场好戏要上演了那 火炎圣地那位老者 老脸上还是挂着笑意 开口对另外两人说 天雷城上空 狂暴紫色雷霆闪耀的苍穹之下 一道身穿紫色长袍的爵士身影副手奥利 在阵阵雷光之下 仿如绝世雷神降临 俯视天下 他叫雷藏 乃是雷神圣地这一代的圣主 在这雷霆界狱 他雷藏就如神灵一般 操纵着所有生灵的生死 雷藏清灵天雷城 此时此刻 他的身后漂浮朝树十道身影 这些身影 皆是天雷城中赫赫威名之人 其中一道气势指在雷藏之下之人 正是这天雷城城主 雷玉 城主雷玉与圣主雷藏身后 此时此刻面对雷藏 雷玉微微拱着身 看上去满是谦卑 早就没有了先前那股爵士风范 而雷玉身后的那些人 也全是微微拱着身 满脸虔诚 这一刻 天雷城城主雷玉微微抬头 望向前方这人 他没有想到 自己先前将发生天雷城的事像 这位禀报 原本以为这位会派 为雷神圣地的爵士长老前来 却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亲自降临 若是圣子雷玲 这位亲自前来倒是极有可能 但是雷玉 应该不至于他亲自前来啊 雷玉在而在心中暗暗说 紧跟着 他忽然想到了几年前在传的一个传闻 暗暗惊呼 莫非那个传闻是真的 这雷米 还真的是这位的私生子不成 雷米生父雷雾 曾也是雷神圣地的一位九星爵士强者 更是雷神圣地的天雷作主 位高权重的存在 当年在雷神圣地的地位 仅次于雷神圣主雷藏 而他雷雾取得的妻子 更是被人们称之为雷神圣地第一美人 有着爵士实力 又有一位绝美娇妻 真是羡煞世人 而那一年 雷神圣地一位弟子无意间 发现了一个远古遗迹 将此事禀报回了圣地 于是 雷神圣地出动了五位爵士强者 与数百名舞者 去探索那个圣地 其中 便有雷神圣主雷藏 与天雷作主雷物 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那处远古遗迹中发生了什么 五位爵士强者 与数百名爵士舞者 只有圣主雷藏一人从那处远古遗迹中出来 其他人 已然是凶多吉少 传闻出来后的雷藏身负重伤 对外宣称要闭关三年 而蹊跷的是 十个月后 天雷作主雷物的妻子 剩下了一个男婴 那个男婴 正是雷米 对于雷米的身世 很多人有过怀疑 虽说怀胎十月 一般孕妇 九月多些 便可诞生胎儿 而雷物之妻 却是在雷物进入那处远古遗迹后 十月多 才诞生雷米 也有传闻 也正是雷神圣主雷藏闭关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有人见到雷物之妻 进入过雷藏闭关之地 表面上说是要问清楚雷藏 到底在远古遗迹中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进入那处闭关之地时间挺久 谁知道他们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有人说 当年雷藏未成为雷神圣主的时候 最大的圣主竞争之人便是雷物 而那个时候 雷物之妻是跟雷藏在一起 但是雷藏为了当上雷神圣主 便将那位雷神圣地第一美人送给了雷物 只为换取那梦寐以求的圣主之位 后来雷藏如愿了 不过也失去了他的挚爱 反正对于雷米的出生 这些年来私底下也一直是议论纷纷 没有想到那位只知仗是妻人 年龄差不多二十岁 境界却不过在二星伴神之境的雷米 还有这么一个绅士 圣主 请问我们是否要催动雷神大振 这时 天雷成主雷玉抱拳开口 请示圣主雷藏道 雷神圣地有真神战气 如果催动真神战气的话 就算什么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强者 也可轻易灭杀 但是雷藏就算身为圣主 真神之气 他也不可随意动用 而雷玉也已经感应过 圣主身上 确实没有真神战气应有的那股爵士之威 既然没有真神气 而对方乃是一位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强者 目前要想以最快最强的力量将之击败 也只能动用前些十日圣主亲自在天雷城布下的雷神大振了 在这片雷霆不断 本就有着先天优势的雷霆界域 此刻又有圣主雷藏亲自坐镇 以雷神大振灭杀一位九星半神巅峰境的爵士强者 不难 听到身后传来的雷玉话语 雷藏缓缓开口 说不必急 是雷玉恭敬必应了一声 跟着雷玉又在心中暗暗说道 这位亲自坐镇于此 倒确实不用太急 接着 雷玉也如雷藏一样微微低头 目光 凝视向了下方天雷城中的洛阳楼 而就在这一刻 只见雷藏的面色突然移动 不仅雷藏面色移动 雷藏身后的一个个人 面色也皆都移动 他们见到 洛阳楼中 有一道暗黑身影缓缓飘出 这是一道年轻的身影 来者 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而已 此人的境界 也不过为七星半神之境 圣主 当时对雷玉出手的那的年轻人 正是他 杀死雷鹰之人 应该就是暗中保护他的爵士强者 这时雷玉玄机开口 对雷藏禀道 听到雷玉的话语 雷藏开口说道 如此年龄 七星半神 没有想到 网荒大陆竟然出了这样的天骄 此人 到底是哪个势力培养出来的 话虽然这么说 不过看雷藏此刻一副淡然的面容 他根本没有将那一位天骄放在心上 什么天骄 对于他雷藏来说 自己若想他死 只不过是随手一挥的事 不管是什么势力 还没有他雷藏 他雷神圣地惧怕的 是他们先在自己雷神圣地的地盘闹事 杀死了雷神圣地的人 挑衅雷神圣地 第1914章 他就是时风 天雷城中的一道道目光 此时此刻皆已凝聚在了那一道年轻的暗黑身影上 一时间 他都仿佛已成为了这片天地的唯一 这个年轻人是谁 难道我们雷神圣主亲自降临天雷城 是为他而来不成 这个年轻人 给我的感觉好强大 我乃五星半神 竟然都完全看不透他的境界 此人 一定不简单 这雷神圣地的圣子 差不多也是如此吧 这人 这人我知道 先前便是他 杀死了雷米身边的那位老仆 雷英 废了雷米的丹田 却没有想到 为了那两个人 雷神圣主都亲自出动了 这下子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历 都要遭殃了 阵阵一论声 在天雷城中不断响起 城中无数人 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位黑甲青年的悲剧 圣 圣主 圣主竟然亲自来了 天雷城最最上等的客栈 天雷客栈内 最最上等的客房之中 此时此刻窗户大开 而那位背时封飞了丹田与右手的雷米 站立于大开的窗口之后 望着那一道奥利虚空的爵士紫袍身影 对于自己身世的那些丑闻 他雷米自然也有听说过 而他也发现 每次见到这位圣主之时 他对自己与对其他人 那种感觉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不太一样 雷米自己都怀疑过 自己是不是阿玛与这位雷神圣主做出苟且之事生下来的 我已将此地之事 传讯给了我的堂兄雷灵 堂兄没有到来 他雷葬 倒是来了 他是为了我来这里 难 难道 我雷米 真的是他雷葬的私生子不成 除了见到圣主雷葬之外 雷米自然也见到了 纳德废了自己丹田的狠毒之人 见到这个人 雷米年轻英俊的面目 旋即又变得无比扭曲 显得异常猙獰 石峰的身形从洛阳楼飘出之后 便缓缓升空 悠悠开口 问悬浮上空的这些人道 你们来找本少 是为你们雷神圣地的那个废物报仇而来 最后 石峰的双目 凝视在了那位雷神圣主雷葬的身上 在这里 也就他 还稍微入得了他石峰的眼 见到石峰此刻还是一副悠闲的模样 听到他那淡然的话音以及不静的话语 雷葬后方的人群之中 旋即有一位身穿子雷战甲的战将发出怒然大鹤 混账东西 见到我雷神圣地圣主 还不下跪 声雷滚滚 顿时回响天雷城 令得空间都狂猛沸腾 这位战将乃是八星伴神之境的强者 当时石峰入城之时 在城门口见过他 那个时候 他正傲然悬浮于城门之上 俯视入城的人群 不 听到那道大鹤之声 石峰淡然的面色突然移动 发出了一声惊握 双目还是凝视于雷葬的身上 开口说道 原来你就是这雷神圣地的圣主 这时听到石峰的话语 雷葬缓缓开口 威武爵士的声音响起 正是本圣主 雷葬想起这爵士之音后 跟着他身后的这些人 便没有再开口 接着 只听雷葬在耳说道 小子 你到底来自于什么势力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雷葬威武的面容上 显露出了一抹好奇之容 如今他还没有听说过 在莽荒大陆 哪个势力的圣子 圣女传人 在如此年纪步入 七星半神之境的 如此天之骄子 想必以前是被哪个古老势力 给藏起来了 一直封锁着消息 我的莱莉 开口说道这四个字 石峰的脸上露出了 一抹不屑之容 说你还不配知道 我的莱莉 什么 我靠 这个小子也实在是 太狂妄了吧 他知道他在跟什么人 在说话吗 不配知道他的莱莉 这一位可是我们雷神圣地的圣主 竟然都不配知道他的来历 实在是太搞笑了吧 真没有想到 这天下还有如此狂妄的人啊 等一下我倒要看看 这个狂人到时候怎么死 当时风话语响起的那一刻 天雷成钟 玄机响起了阵阵惊讶的声音 他们确实被那个人的话给惊到了 本圣主不配知道你的身份 这个时候就连圣主雷葬 都仿如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还是第一次 有人胆敢对他雷葬如此讲话 看着雷葬脸面之上显露出的这副表情 石峰嘴角一咧 露出了一抹冷笑 道 雷神圣地的圣主 难道你觉得 你真的很拽吗 在本嫂的面前 你这什么狗屁圣主 什么都不是 放肆 大胆 找死 此此 该诛 石峰这更加不静的声音一出 雷葬身后的那些强者们 旋即又发出了阵阵怒然大喝 胆敢对圣主如此狂妄不静 就连他们都忍不住了 这个狂人 我倒是要看看 他到底怎么凄惨地死去 天雷客栈之中 雷米还是狠狠地瞪着那道黑色身影 狠声说道 而就在这一刻 只见雷米面色忽地移动 仿佛感应到什么 望向了自己佩戴胸前的子雷玉佩 暗暗说道 嗯 堂兄雷灵 也来天雷成了 这枚子雷玉佩 圣子雷灵也有一枚 叫做双龙子雷玉佩 两枚子雷玉佩若离得近的时候 便会闪耀其紫色雷光 而此时此刻 雷米胸前的这枚子雷玉佩 正雷光闪耀 这是另一枚子雷玉佩接近的信号 这时 雷米再而缓缓抬头 再而望向了远处虚空的那道暗黑身影 脸面之上 再而浮现了极度狠然之容 冲着那的人狠声说道 堂兄雷灵也为我来天雷成了 到时候 我真要看看你怎么死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雷米唯一的左手成拳 紧握 这一刻的他 仿佛已变得异常的激动 只见他的整具身躯 都因为激动而不断地站斗起来 这时 只见雷神圣主雷葬 再而对着下方之人缓缓开口 说道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如此狂妄的个性 就算有逆天天赋 哼 迟早也将因为这狂妄而隐 就在雷葬说道隐这个字之际 忽然间 一道年轻荒急的大吼声 从远处滚滚响起 圣主 他 他就是 石峰 第1915章雷灵来了 他就是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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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喝喊之声回荡天地 石峰 刚听到这个名字之时 无数人的脸面之上一阵错愕 包括雷神圣地圣主雷葬 天雷成城主雷玉等一干强者在内 石峰 九幽魔主 石峰 而紧跟着 无数人在这一刻猛然惊醒过来 他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听到这两个字 会觉得如此的熟悉 一张张面容 玄机猛然大变 显露出了无比震惊之容 就连那位高高在上雷神圣地圣主雷葬 也不例外 刚才那道喝声 雷葬自然已经听出来了 是圣子雷灵的声音 前些十日雷灵回到雷神圣地之后 将他被石峰俘虏的事 向他说起过 当时刚听到那个石峰之名 雷神圣地的人都不以为意 结果却没有想到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响彻了整个蟒荒 这一刻 无数道目光在而集聚于那道年轻黑色的身影上时 已跟先前的感觉完全不同 没有想到 这一位如此年轻的青年 便是那一位灭杀罪恶三魔主 拥有赫赫凶名的九幽魔主 难怪啊难怪 难怪他在雷神圣主雷葬的面前 都是如此的嚣张与狂妄啊 难怪他敢对雷神圣主说 你不配知道我的来历 石峰 他 他 他是石峰 天雷客栈之中 当雷米听到堂兄雷灵的喝声之后 年轻的面容也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般的大变 没有想到 自己是被这尊杀神 碎掉了丹田 这 这 这 他若真是石峰 我这苦 只能往心里咽了啊 心中尽管充满了不甘 但是这一刻 雷米只觉满满的无助与无奈 浑身的无力 没有想到 自己踢到的竟然是这么一块铁板 这是一个 就连雷神圣主都可覆灭的妖孽 紧接着 雷米见到了虚空之中划过一道紫色奔雷 朝着圣主雷葬与妖孽石峰所在的虚空急速奔腾 正是到来了的堂兄雷灵 石峰 此时此刻 雷神圣主雷葬的双目 还是紧紧的凝视于那位黑色战甲青年的身上 在而暗暗喊出了这两个字 雷葬没有想到 这位妖孽 竟然是那个石峰 刚才自己见到他时 一直在猜测他会是哪个古老势力的传人 却是将那一位如今明洞天下的爵士妖孽给忽略了 狂妄 此此确实是狂妄 但他 确实有狂妄的资本啊 哼 石峰见到一张张望向自己神色大变的面容 又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恒声 跟着在而望向那个雷神圣主 说 你刚才要说本少会因为狂妄而允 怎么不继续说下去了 嗯 这时听到石峰那话 就连这位高高在上的雷神圣主 都低下了他高傲的脑袋 对石峰说 再 在下不敢 尽管他是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爵士强者 尽管在这雷霆不断的雷霆界域 他们修炼雷霆之力的强者拥有先天优势 尽管这天雷城 有他雷葬亲自布下的远古爵士大阵 雷神大阵 但是雷葬还是很清楚 这位可以将罪恶三魔主都给灭掉 将罪恶深渊时大魔将都给打败的爵士妖孽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敌手 此刻就算召集雷神圣地所有强者 估计也只是前来送死而已 身为雷神圣地的圣主 雷葬所得知的罪恶深渊情报 自然也比一般人要清楚 这个妖孽灭杀了罪恶三位老魔头后 罪恶深渊的十大魔将在罪恶深渊召集了千万大军讨伐死妖孽 结果千万大军死伤惨重 胜利的还是这个爵士妖孽 不敢 石峰对着雷葬说出这两个字 脸上满是冰冷的笑意 见到死人此刻显露出的冷笑 雷葬的心头忽然浮现了一抹极度不安之感 而就在这时 一道雷光在雷葬的身旁闪耀 一道身穿紫色战甲的年轻身影显现而出 正是圣子雷灵 雷灵一出现 连忙对着石峰抱拳一声低喝 雷灵拜见老大 雷灵此刻面对的石峰模样 看上去满是恭敬虔诚 望着变得如此这般的雷灵 石峰笑道 呵 这不是雷神圣帝的圣子吗 说起来 自己其实与这雷神圣子不算太熟 没有多少的交流 远没有火炎圣帝的圣子火域熟悉 要是换成以前的话 这雷灵岂会如此恭敬对待自己 如今自己灭杀三老魔后名动天下 他倒是变得这般了 听到石峰的话语 雷灵旋即恭敬回到 老大 正是雷灵 九幽魔主大人 这时 圣主雷灶的脸上 已经堆满了笑 对石峰恭敬地喊道 跟着继续笑着说道 铭与雷灵既然是旧事 在下刚才有眼不适泰山 冒犯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看在雷灵的份上 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昔日里威武爵士的雷神圣主 确实没有想到 此刻面对石峰这个妖孽之时 看上去满是谦卑与讨好 不放在心上 石峰说 让本魔主不放在心上也行 听到石峰这句话 雷灵讨好的笑容旋即更甚 不过紧跟着听到石峰下面的话语 雷灵的笑脸旋即定格 再也笑不出来 交出你们雷神圣地的真神器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这 这 听到石峰的话语 紧接着 一张张面容在而猛然大变 实在是他说的这句话 太震撼人心了 这位 竟然想要雷神圣地的真神器 这不是要抢他雷神圣地的底蕴啊 真神之器威震天下 无尽岁月之下 雷神圣地以真神之器威震八方 无人胆敢冒犯 就是一些仇敌都必而远之 可若是雷神圣主真向这位交出了真神器 那么那些仇敌说不定就要找上门来了 交出真神器等于要了他雷葬的命吧 可是雷葬若不交 这位若是发怒 他雷神圣地可无法抵挡啊 九幽魔主 这 这 我虽为雷神圣地的圣主 但是交出这真神器 我也做不了主啊 您看 要不 我交出一株八星半神级的灵要给您 您看如何啊 第1916章只能认命 其实刚才有人说的没错 若真交出雷神圣地的真神战器 就真等于交出他雷葬的命 真神器交出 那么他雷葬 哪里还有资格当这雷神圣主 哪里脸在当这圣主 他将是雷神圣地的千古罪人 他将对不起雷神圣地的历代仙辈 对不起他们的老祖宗白衣雷神 时锋冷然开口 反问这雷葬道 一株八星半神级灵要 便想将本魔主打发 李真当本魔主没见过世面不成 不 不是 一听时锋话语 雷葬旋即回到 在下岂敢有这样想法 这一刻 雷葬真的后悔来 来着天雷城 收到天雷城主雷玉的消息 雷葬还真以为一位九星半神巅峰的强者 毁了雷米的丹田 谁知道 来到天雷城会遇上这个妖孽 这一刻 雷葬将雷玉一掌劈死的心都有了 这时雷神圣子雷灵也在而开口 对时锋恳求道 老大 我们雷神圣地的真神器 真的不能骄傲 您看 您能不能要其他的宝物 不拿出真神战器 那就拿出一株神药吧 时锋说 这 这 一听时锋说的如此轻描淡写的话语 雷葬与雷灵的面目再而齐齐一变 这神药的价值 虽然稍有不及这真神战器 但也是珍贵无比 他们雷神圣地 确实有一株雷霆属性的神药 但是这神药 雷神圣地守护了无尽岁月 也不是雷葬说交 就能交出来的 不要神器便要神药 这妖孽 胃口还真是太大了啊 雷葬望着时锋 在心中暗暗说 而这世上 能将他这位雷神圣主逼成这样的 估计也只有这位爵士妖孽了 老大 而就在雷灵喊出老大之时 时锋的双眉一拧 面目旋即冷了下来 对雷灵开口说道 怎么 这神药也不能交是吗 不交也行 本少到时候 亲自取你们雷神圣地取 这 这 雷葬与雷灵的面色又是一动 他们自然清楚 到时候若真的让这妖孽去雷神圣地取的话 就不是交出神药那么简单了 神器 估计也将保不住 而且 雷神圣地也将可能要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这个心狠手辣的妖孽 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 紧跟着 雷葬双全暗暗一握 在心中下了决定 对时锋抱拳一声冷喝 先前冒犯于您 我雷神圣地 愿交出一珠神药赎罪 啊 圣主 听到雷葬的话语 圣子雷灵都跟着一惊 也不仅雷灵 虚空天雷成中 无数人也皆在这一刻露出了金融 没有想到圣主雷葬 竟然真的答应交出神药 神药 那可是九星半神巅峰之上的神级之药啊 绝是罕见 只存在于这种底蕴深厚的古老势力之中 传闻神药的气味 寻常舞者就是闻上一口 都可原力大增 如此之物 雷葬竟然舍得交出 不过也有人明白 如今雷葬得罪了这位妖孽 竟然敢当着这位的面说他狂妄 一切 还是赎罪保命最为要紧 说起来 神气 神药 也不过是身外之物而已 罪恶深渊实力恐怖的罪恶三魔主 不就是因为得罪了这位妖孽 而就此成为了过去 唉 我有大罪啊 这时 天雷城城主雷玉 在心中满是凄苦的说 他已感觉到 此事过后 便是圣主雷葬 找自己算账的时候了 当时这位妖孽 在自己都毫无所教的情况下灭沙雷英 自己那个时候 真以为是一位爵士强者暗中出手啊 自己怎么能想到 这么一位七星半神 便是可以将罪恶三魔主 都给灭杀掉的那个妖孽 这一切 这一切 他真的是九幽魔主石峰啊 我只能 认命了 天雷客栈中的雷米 愣愣地望着那片虚空 愣愣地开口说 嗯 本魔主便在这天雷长等你 石峰对着雷葬轻轻点头 说道 不过本魔主先奉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在本魔主的面前耍什么花样 不然的话 你们雷神圣地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然的话 你们雷神圣地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石峰的最后一句话语 在天地奸在而回荡起 无数人听到这一句 忽然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冰朗 在心头泛起 虽未发生什么 但是无数人的脑海之中 忽然浮现了湿山血海 仿如人间地狱般的画面 在下自然明白 雷葬玄疾对石峰回道 跟着又道 九幽魔主在此稍后 在下这就前往我雷神圣地去取神药 嗯 石峰点头 天色将黑 本魔主也给你点时间 明日天亮之前 本魔主见到神药 明日天亮之前 在下一定将神药带到 在下 告辞 雷葬的这道话音还未落下 便见他的身形一个闪动 雷葬疏走就走 不过瞬息之间 雷葬的身形便已经闪到了虚空的尽头 往雷神圣地所在的东方即闪 雷葬走了 这时 十分望向了身前的这位雷神圣子雷灵 见到这人这时望向自己 雷灵身躯暗自一颤 一股极度不好的预感 浮现了他的心头 隐隐间 雷灵感觉到了不好的事 将要在自己的身上发生 当时 自己的身上可是有他打入的印记 而自己回到雷神圣地后 请求圣主破掉了那道印记 破灭那道印记 我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这件事 他会不会找我算账 雷灵在心中暗暗说 接着 雷灵见到这位妖孽对自己开口 许久不见 走吧 陪本魔主下去这洛阳楼喝一杯 洛阳楼中 可有我们的老朋友 还有那听说不错的绝月美酒 这 是 雷灵心中是很想拒绝 这一刻 他只想离得这妖孽越远越好 从今往后最好都不要再见到 但是这妖孽都那么说了 他又哪里敢拒绝 这一拒绝 或许下一刻便要遭到这个妖孽的毒手 杀死或折磨自己 老朋友 跟着 雷灵从这妖孽的话语中 回应过这三个字 嘴中不由自主地暗暗吐出了那两个字 火玉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互相认识的 也就只有那位火炎圣子了 难道说 火玉也 又落入了他的魔掌 第1917章就喝过了 该做正事了 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见到了那位爵士妖孽与雷神圣子 身形缓缓下落 落入了洛阳楼中 雷神圣子 跟着这位走了 他这是要以圣子为人职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要雷神圣帝 到时候以真神之药 换取圣子平安吧 可是 以这位的实力 他需要这么做吗 他若前往雷神圣帝去取神药 雷神圣帝能拦得住这位爵士妖孽 这 这个 当时风雨雷灵进入洛阳楼后 那悬浮天雷城上空的数十道身影 此刻终于暗暗地输了一口气 当他们得知那的人 便是那位爵士妖孽之时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以为那尊杀神 要开始在天雷城大开杀戒了 若真是那样 估计最先被轰杀的 便是自己这些人了 不过现在还好 在圣主大人的妥协之下 屠杀没有发生 落殃楼中 时风雨雷灵回到了原先的可见 当雷灵一箭到火域 心中暗暗说道 果然是他 火炎圣子火域见到与时风一同归来的雷灵 暗暗咧嘴 对他露出了一抹苦笑 没有想到 簇月之后 两位古老势力的圣子 又落入到了这位妖孽的手中 时风先前虽然离开了洛阳楼 不过火炎圣帝的三人没有就此逃离此地 就算他们三人能够成功脱逃 但是他们的火炎圣帝还在满荒搬离不了 如果惹得这位妖孽不满 让他亲自去火炎圣帝走一趟的话 这一趟走完 或许满荒大陆便不再有火炎圣帝了 这时 火域玄机对时风笑脸相迎 开口说道 老大 您凯旋而归了啊 老大果然厉害 就连雷葬纳的王八高子见到您 都吓得屁滚尿流了 一听火域的话语 雷灵的面色顿时有些不太好看了 毕竟火域所说的王八高子 可是他们雷神圣地的圣主 回到这间雅静的课间 时风此刻并没有理会他人 双目望向了那位 还坐于地面恢复伤势的老头身上 此时此刻 老头身上的伤势 已经稳定了下来 从他此刻的气势上来看 过不了多久便能恢复如初了 老头这一次强行运转 那道七星半神战技所遭受的反噬 比起来上一次 确实好上许多 随后 时风的目光才扫向了其他人 说道 都坐吧 说着这句话 时风已经走向了客间中的那张原型客桌 而这时 除了亲眼以外 其他人一时间都没有轻举妄动 火炎圣地的那道 老头连忙摆手 对时风说道 哪敢哪敢 我们哪里配跟酒幽魔主宁坐于一起 他说这番话 不是贬低自己 这个妖孽看上去喜目无常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到时候等自己真做下去的时候 或许便会迎来他致命的一级身孕之石 这样谦卑地站着 应该是没有错的 这时火玉也开口 说道 是啊 在老大宁的面前 我们站着就好了 嗯 嗯 火玉话说完 雷灵与那位中年强者也是轻轻点头 表示默认火玉与那位老者的话语 这时 青年已经坐下 坐在了时风的身旁 时风望着火炎圣地三人与雷灵 开口说道 本魔主让你们做 你们坐下便是 本魔主若有杀你们之心 不管你们做还是不做 直接杀了便可 本魔主没有你们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时风说这话 仿佛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呃 听到时风这么直接地说 四人轻了了一声 接着 他们相互望了几眼 这才迈动脚步 往哪张客株走去 然后满是恭敬和满是拘束的模样 轻轻地坐了下去 而就在这时 一股无形之力 从时风的身上席卷而出 不过 他并没有席卷向火玉 雷灵四人 而是席卷向那位妖族大皇子眼裂的半截干瘪尸体上 顿时之间 一枚金色骨戒从那半截的干瘪尸体上飞出 飞向了时风 只见他伸手轻轻一抓 便将那枚金色骨戒给抓入到了手中 跟着 时风心念一动 金色骨戒之中的物品 顿时一览无遗 紧接着 便见五尊子玉九壶飞出 飞落向了火玉雷灵四人 还有身边的青岩 自己此刻所坐的位置 乃是先前眼裂所坐的主位 他身前的桌上本就放着一壶绝月美酒 此时此刻 这张客桌之上 摆放着六壶绝月美酒 六人一人一壶 紧跟着 又有六格子玉酒杯飞出 又各自飞落于客桌上的六位 听说这绝月美酒不错 先喝一杯再说 持风说完 便拿起酒壶 老大我来 见到时风的动作 火玉连忙起身 要为时风蒸酒 不必 坐下 持风说道 然后酒壶倾斜 一道紫色水柱从壶中倒出 落入杯中 呃 是 听到时风说不必 火玉应了一声 站起的身形又缓缓地坐了回去 跟着 火玉四人与青岩 也都开始为自己蒸酒 六格子玉酒杯 很快都蒸满了酒水 喝吧 持风端起酒杯 对众人说道 说完之后 他便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见到时风如此说 见到他饮酒 其他人也都端起酒杯 对着时风于半空清点了一下 然后也都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酒 果然是美酒 绝月美酒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火玉四人 此刻哪里还有细细品酒的心思 酒水入肚 酒杯放回桌上之后 便在而恭敬地望向那个人 隐隐间 他们觉得这个人 不会只是请自己喝酒那么简单 必然有什么事 而且还是对于自己来说 不好的事 跟着 他们便见那位在而开口 问他们道 你们觉得 这酒怎么样 不错 绝月美酒 果然是世间美酒 果然妙啊 那位火炎圣地的中年强者开口赞道 一副陶醉的模样 嗯 此酒确实不错 老者也是点头表示赞同 多谢老大赐酒 火玉连忙向石峰表示感谢 嗯 雷灵不善言表 又是轻轻点头硬核 只有轻言没有说话 跟着 石峰在而开口 好了 美酒喝过了 那么 便将你们火炎圣地与雷神圣地的修炼功法给交出来吧 嗯 啊 这 石峰那话一开口 四人面色旋即又是一变 第1918章不愿的雷灵 各大古老势力所修的功法 战绩 都是他们祖祖辈辈耗费心血传承而下 异常宝贵 有些功法 甚至经历了无数代人的精心改良 特别他们这些古老势力圣子 圣女所修的功法 自然是圣地之中最为顶级 珍贵程度更是不用多说 而此刻他们却是没有想到 不过是每人喝了一杯这个妖孽的绝月美酒而已 竟然就要自己交出修炼功法 一时之间 火玉雷灵中年强者 火炎老者 脸面之上揭露出了难为之容 功法 怎么可以轻易交出 石峰之所以让这两个圣地交出功法 乃是曾经他将火玉与雷灵收入血石碑空间的时候 见到这两人在那片空间中不断战斗 却是越战越狂 越战越猛 越战越强大 当时石峰便已看出 这两人的武道 相生又相克 仿佛是为了对方而生 曾经 他们两人不过在四星半神之境 而如今 他们却都已经步入了六星半神 这都跟当时他们在血石碑中不断战斗有关 当时 石峰便有了让他们交出功法的打算 只是后来出现了变故 与这两人分散了 如今却是没有想到 再在这里相遇 就在先前 石峰一见到火炎圣地三人的时候 便有让他们交出修炼功法的打算 让雷灵过来 自然不是请他喝酒 自己掌控烈焰 也掌控雷霆 见到这四人一时肩不吭声 石峰眉头呼地一皱 露出了不悦之容 开口说 怎么 本少让你们交出修炼功法 难道 你们没有听到 这 这 这个 老大 我雷神圣地的修炼功法至关重要 特别是我所修的功法 我们雷神圣地只有圣主跟圣子才可修炼 我真的不能交出来啊 雷灵满脸愁苦地开口 对石峰说 跟着 火雨也是开口 对石峰道 老大 我们火炎圣地也是啊 如若我将功法交出 我真的无法向我们火炎圣地交代了 这个 要么 九幽魔主大人 要么我二人的修炼功法 交给您好了 这时火炎圣地老者开口 对石峰恭敬说 说完这句话 老者又补充了一句 其实我二人所修功法 也甚是精妙 老朽这些年来与同门强者不断必经心改良 老朽一直觉得 如今那道功法 已不输于我们圣主 圣子所修的功法了 当老头说着这番话时 他的老脸之上 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一抹傲然之容 仿如因为那道经他们改良的功法而骄傲 嗯 没错 当老头的话音已落 那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中年强者也跟着点头赞同 说 在下也觉得 此功法 其实已可比坚圣足于火玉所修的功法了 而听到这二人的话语 石峰冷然开口 道 你二人给本魔主闭嘴 本魔主对你们的功法没兴趣 石峰要的 是火玉与雷琳娜相生又相克的功法 其他的 他看不上 他对他此生所创的九幽名功无比自信 不觉得差于世间任何功法 就是来到这满荒大陆都不例外 而且最适合自己 石峰灭杀罪恶三魔主的时候 得到这三位老魔头的储物古戒 自然也得到了不少他们珍藏的功法 有些功法石峰阅览过 确实也有不少玄妙之处 不过石峰却没有修炼那些功法的打算 也没有觉得九幽名功就差于他们 石峰只想将一些玄妙之处 融入到自己的九幽名功之中 他九幽大帝 九幽谋主 天纵之姿 有这个本事与自信 你二人所修的功法 到底交不交出 接着 只听石峰冷然的声音在而响起 当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突然一股无形冰冷的沙意 从他的身上席卷而出 在那股无形沙意之下 就连火炎圣帝那两位 步入了九星半神之境的绝世强者 面容之上显露出了忌惮之容 他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应到 这一尊杀神 此时此刻是真的动了杀星 而火玉与雷灵 身躯都忍不住在这一刻颤了一颤 只觉一股冰冷的寒意席便全身 紧跟着 他二人想起了当日落入此人手中的场景 想起了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的生不如死折磨 这狠人火玉与他在一起醉酒 那狠毒的手段他深有体会 落入他的手中死真的不算什么 怕的是想死却死不了 回想起了曾经的一幕幕 火玉连忙在而开口 对时封道 我老大 我愿意将我所修的功法交给您 当火玉说着这番话时 已经不再犹豫 一枚骨头碎片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然后他将之放在了眉心之处 准备刻录这位妖孽所要的功法 嗯 很好 见到火玉如此动作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跟着 火炎圣帝三人顿时觉得压力已轻 那股席卷而来的冰冷之意已经消散无踪 唉 见到火玉如此动作 火炎圣帝的两名强者暗暗一探 不过他们便也不再说什么 面对这尊杀神 到的此刻说什么都没有用 而且他们实在想不出 若是不向这尊杀神交出功法 如何才能幸免于难 好像已经到了根本就没得选择的地步 火炎圣帝三人压力已轻 而雷神圣子雷灵 却突然觉得冰冷的寒意更甚 他想运转浑身的雷霆之力抗衡 可从十分身上席卷出的冰冷杀意 又岂是他雷灵所能抗衡住的 紧接着只见雷灵的面目已经变得异常惨白 仿佛步上了一层寒霜 整个人都好像被动得僵硬 看上去很不好受 颤抖地异常剧烈 老老大 公公法 我真的不能交给您啊 雷灵在而开口 仿如冰天雪地中的人 动得颤抖着声音 对石峰说 石峰又在紫玉酒杯中 蒸了满满一杯的绝月美酒 然后将杯轻轻举起 对着雷灵淡然开口 说 给你十个呼吸的时间 若是不交出功法 本少便抽出你的魂魄 遭受烈焰焚烧 石峰虽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不过当听到他这道话语之后 诸人的脸色又是猛然一变 他们自然明白 如他所说的折磨之下 遭受的事将是何等苦痛 第1919章好贵的酒 对于雷灵来说 石峰让他交出修炼功法 等于让他献出自己的菊花一般 但是对于石峰的残狠手段 雷灵到的如今还是深有忌惮 而这一次 这一位恶人更是说 要将他的魂魄给抽出 遭受烈焰焚烧 想到这些 雷灵身躯都不由自主必一颤 忠于妥协 对石峰说道 我 我愿交出我的修炼功法 当雷灵这道话音响起 他呼觉浑身上下的冰冷消散 这时 雷灵也不怠慢 也如火玉一样 手中出现了一道骨头碎片 将之放在了眉心 见到雷灵如此模样 石峰咧嘴又是一笑 将杯中的酒的一口引进 然后转过头望向火炎圣地的那两位爵士强者 说道 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先忙 我们继续喝 此等美酒若不继续细品下去 岂不可惜 是是 酒幽魔主您说的是 听到石峰那话 火炎圣地的两名强者连忙面带笑容点头 应是 随后 低头望向了他们身前的那尊紫色酒壶 心中感慨万千 这壶中的酒水虽为极品 但真的好贵 喝这酒 竟然是以两大圣地圣子所修炼的功法交换 随后 两位强者举起了酒杯 对向了对面的那位狠人魔主 老者又是开口 道 酒幽魔主 我二人敬您一杯 哦 好 见到这两人敬酒 石峰应了一声 跟着便在味杯中蒸满了一杯美酒 不久后 火玉先将修炼功法刻落而下 站起身将那眉骨头碎片恭敬地地向了石峰 说 老大 给 嗯 石峰点了点头伸手接过 对火玉道 既然忙完了 那就坐下来继续品尝美酒吧 嗯 是 火玉应了一声 站起的身形又做了回去 随后 雷琳也已经完成 也将那眉骨头碎片地于石峰 石峰伸手接过之后 雷琳再次满脸恭敬地开口 问石峰道 老大 既然我已将功法交出 我现在 是不是可以走了 哦 你想走了吗 石峰反问雷琳道 小弟身为雷神圣帝圣子 圣帝之中 实在是有诸多要事需要小弟处理 实在不能留在这好好地陪老大痛饮了 雷琳满是认真 满脸恳切地说 看他脸面上的认真表情 仿佛真如他说的一般 雷琳这话一出 火焰圣地的那位老者也旋即开口 对那位狠人说道 九幽魔主 我们三人从东荒跨玉而来 身上也确实有要事在身 也不能再在这里 陪您品尝这绝月美酒了 实在是太遗憾了 哎 说到最后之时 老者还深深地叹了一声 搞得有模有样 好像真的很遗憾 是啊 老大 跟着 火焰也是遗憾地开口 说 我三人 也得告辞了 实在不能再在这里久留 那位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 虽未开口 却也是满脸认真的默默点头 此时此刻 这四人 只想远离这里 只想离得这尊杀神越远越好 呵呵 听着他们的话语 望着他们四人 时风突然发出了赫然一笑 说到本魔主真有这么可怕吗 这 啊 这个 听到时风如此直接的话语 四人又是一阵错愕 他们四人此刻什么心思 又岂能逃得过他时风的眼睛 嗯 而就在这一刻 时风面色一动 仿佛突然感应到什么 而紧跟着 只听着尖刻间的房门之外 传来了一道中年男子的恭敬声音 在下洛央楼掌柜浮海 特来拜见九幽魔主 哦 洛央楼掌柜 持风一声清难 跟着道 进来吧 是 当时落下 刻间的房门被缓缓地推开 首先进入的 是一位看上去满是富泰的中年胖子 身着锦衣 红光满面 跟着中年胖子的后方 是一排身着青纱的年轻貌美女子 鱼冠而入 每位女子的手中 都端着一个餐盘 每个餐盘之上 接放着美味佳肴 顿时之间 刻间之中充满了香味 有那些美味所散发出的味道 也有这些年轻女子身上的体香 在下不知九幽魔主您心灵 先前却未平盈 有所怠慢 还望魔主您恕罪 福海走上前 对时风满脸恭敬 愧疚地开口说道 听到福海的话语 见到这位胖子如此恭敬的模样 时风略为满意 开口说道 没事 此时此刻 刚才随胖子福海走入的年轻美貌女子们 由于福海不继续往前走 便也站于福海的身后一动不动 等待着掌柜福海之命 跟着福海 福海微微侧身 指着身后再而开口对时风介绍道 这些菜肴 乃是在下刚命厨房特地为魔主您准备 还望魔主您不要嫌弃 时风微微点头 说放下吧 听到时风说放下 福海的胖脸连忙又是一喜 对时风笑道 谢魔主赏脸 没有想到 他洛阳楼准备了美味佳肴给这妖孽使用 却还要他这个掌柜向这位说谢 不过话说回来 以时风如今的实力身份 能吃他洛阳楼的东西 也确实是赏他福胖子的脸 在福胖子的手势之下 身后年轻貌美的女子们 旋即有序地走上前 然后将手中餐盘里的美味 很小心 很是仔细地放入到了客桌之上 这一刻 有好几位年轻女子显得很是拘谨 也有女子心中很是担心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 而冒犯了这位有着赫赫凶名的魔主 如若冒犯这位魔主惹得他发怒 那么这个天下 将没有救得了自己 不过 也有女子此刻在暗自展现着自己的傲人身材 特别是那对饱满的胸脯 希望可以能被这位魔主看中 可以得到他的宠幸 若是自己真能得到这位宠幸的话 那么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绝对将可以摇身一变 可以说 直接飞上枝头变凤凰 女子们抱着各自的想法 将餐盘中的美味一一小心放入 中间 也没有人发生什么意外 而这位冷峻的九幽魔主大人 也没有多看哪位女子一眼 那些暗自展现傲人身材的女子 将美味放入客桌 走开的时候 心中不由地有些失落 第1920章女子迷恋 她叫迷恋 出生于天雷城很普通的舞者家庭 家中有父母 还有一个地点 而就两天之前 她迷恋的地点迷舞 因为不小心得罪了天雷城一位小统领的儿子 而被那个人叫了不少人 给打了个半死 至今 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 当时第一眼看到地叠半死不活的样子 迷恋满是心疼 而后又听阿爸阿妈说 地叠迷舞不仅身受重伤 她的丹田 已经被他们给打破了 根骨被他们打断 此生此世 地叠都已跟五道无缘 将彻底沦为一个没用的废物 这种事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比死了还要痛苦 可以说 地叠迷舞这辈子已经彻底废了 她将永远受人歧视 被人瞧不起 娶妻生子的事就更不要去想了 谁会看上一个丹田破碎 根骨打断的废物 我 我 此时此刻 迷恋手中拖着餐盘 在心中暗暗说道 我的地叠 当时只不过是不小心撞了那个人一下 却遭到那些人如此狠毒的对待 那个人 家里有权有势 就凭我阿爸跟阿妈 此生根本报仇无望 而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只见迷恋空爪的左手突然一握 猛然握拳 再而在心中暗暗说道 满是坚定 我 迷恋 论美貌 我不属于这里任何一位女子 就是坐着那位身边的那个女人 美貌与我相比 也是稍有不及 只要这位能看上我 只要他灵性了我 我就可以为弟弟报仇了 我 我一定要让他看上我才行 我一定要成为他的女人 九幽魔主大人 迷恋先前在洛央楼中可是亲眼看到 这位名栋天下的九幽魔主 就是雷神圣地圣主在他的面前 兜得低头 就更别说那一个天雷成小统领的儿子了 只要自己成为这位九幽魔主的女人 那个小统领的儿子 以及他的全家 在自己的面前都将如同蝼蚁一般 自己想捏死便可轻易捏死 这些念头 在这位年轻貌美帝女子迷恋脑海中 闪闪而过 此时此刻 他右手依旧端着餐盘 身形已经历的那位九幽魔主越来越近 可他却发现 这位九幽魔主冷峻的面容 确实根本没有望向自己 怎么办 他根本没有看我 他不看我 又怎么知道我长了一张倾倒众生的容颜 快看我 快看我 快看我啊 九幽魔主 九幽魔主大人 求求您了啊 您就看看我吧 一眼 就一眼啊 美目还是紧紧的凝视着那位九幽魔主 迷恋开始在心中暗暗祈祷道 祈祷着那位九幽魔主可以多看他一眼 仿佛只要他多看他一眼 便将会被他的美貌所吸引住一般 或许 真是迷恋的祈祷感动了上苍 只见那位九幽魔主 只见那位九幽魔主冷俊的面容轻轻一抬 突然望向了他 望到了他那张年轻美貌的俏脸 这一刻 只见迷恋的郊躯旋即一颤 心中满是狂喜 但是紧跟着他又发现 那位望了他一眼之后 目光 竟然就那样 离开了 他 他竟然 就这样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见到这个人真的没有再看自己 迷恋的心 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 没有想到 这位九幽魔主 竟然就这么只看自己一眼 迷恋走到了九幽魔主的身旁 然后将餐盘之中的美味取出 轻轻地放置在了客桌之上 随后便轻轻走开 其间九幽魔主没有再望向他以后 他甚至祈祷雷神圣子雷灵 可以看中自己 宠幸自己 确实发现 雷神圣子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带着满是失落的心 迷恋如同其他女子一样 走回到了洛阳楼掌柜浮海的身后 心中暗暗叹息 地底的深仇大恨 不知何时才能报了 或许 此生都将无望 此时此刻 十丰六人面前的客桌之上 已经摆满了一盘盘的美味佳肴 散发着振振诱人的香味 善于察言观色的洛阳楼掌柜浮海胖子 刚才已经发现 自己精心细选的这些年轻帽美女子 竟然没有一位入得这位九幽魔主的眼 这时 浮海的胖脸之上 还是堆满了笑 再次对着九幽魔主抱拳说道 九幽魔主大人 蔡瑶已经上席在下便不打扰魔主大人您了 嗯 听到浮胖子这话 十丰点点头应声 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接着 浮胖子在儿恭敬开口 说九幽魔主 在下会派人一直守在门外 若是魔主您有什么需要 只需换一生即可 嗯 十丰在儿应声 跟着 浮胖子带着他身后的这位年轻美貌女子 兴曼帝退离了这间客房 直到敞开的房门被扶胖子关回上后 十丰的目光又望向了火域 雷铃四人 说 这洛阳楼既然准备了这一桌的美味 你们品尝完这美味之后再走也不迟 听到十丰这话 他们四人知道 这尊杀神暂时是不让自己走了 既然这尊杀神已表露出他的意思 四人便也不再说什么 若是再说什么引起他的怒火 那就不好了 既然九优魔主您如此盛情款待 那么老朽几人便品尝完这些美味佳肴再走吧 度谢魔主恩赐 老者说 度谢魔主 度谢大人 跟着 其他几人也不得不对十丰开口谢道 接下来 他们几人便继续品着绝月妖帝的绝月美酒 与吃着客桌上的美味佳肴 十丰与清言细细品尝着美味 而火域雷临四人 虽有美味在自己面前 确实根本没有什么胃口 他们 哪里还会有什么胃口 这位妖孽此刻留得他们不走 他们总是觉得 还会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在自己身上发生 这个妖孽既然留自己 定然还有什么目的 莫非 他想以前对待火域那样 也对待你我不成 这时老者传音 对身边的中年男子说道 不会把中年男子的眉头唯唯皱起 回到如今的他拥有绝世之力 先前你也看到了 那位大妖师摇光在他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 他控制我们又有什么用 确实 老头说 可是他留我们不走 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听火域说 天下人也在传 此人修炼邪功 可吞噬死亡之力 血液与魂魄 莫非 这 听到老头这话 中年强者的面容又是猛然大变 面露极度惊骇